嘿 我在阿發現場 大家用聲音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楓德 有關注過我們IG的就知道 先前預告說要已經談好一個Podcaster的合作案 讓大家猜猜看楓德要跟哪一個Podcaster合作 大家答案滿有趣的啦 有人猜高大成 有人猜侯友宜 感覺這兩個來賓都會撞出一些不錯的火花 不過這兩個都不是Podcaster 不要亂猜好不好 還有一些粉絲幾乎都猜是什麼 阿善師就是我們一個非常知名的犯罪實錄的Podcaster 想想也滿合理的 因為要談到真實犯罪Podcaster一定會想到非常老牌 而且更新要兩年的阿善師的見識實錄 因為案發現場建設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過往我們的節目確實沒有談過見識的東西 有沒有請過任何見識來我們節目過 那感覺阿善師也是合情合理啦 不過有那麼容易就被你們猜到嗎 來介紹一下今天的來賓 就真的被你們猜到的就是台灣技術專家 阿善師 謝松傘 阿善師好 大家好 楓德好 非常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到我在案發現場 這是我很期待的一個機會 那阿善師我們其實過往沒有請過見識來我們節目談過 你可以先幫我們簡單跟聽眾介紹一下 見識的工作跟職責還有重要性在哪邊嗎 見識簡單講 其實見識跟偵查是像火車的雙軌一樣 火車你如果少一個軌道火車會怎麼樣 會翻車 那偵查少不了見識 見識也少不了偵查 那簡單講就是說 你偵查是懷疑某一個人 那當然了偵查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像等等 那見識主要重點是在現場 物證的部分 物證的部分 現場怎麼樣去收證 當然也包含影像的分析 鑑定等等 通通都包含在見識的部分 所以呢 你懷疑某個人 我來證明他 然後呢 然後你 抓到這個人之後對不對 然後你的訊問等等 有時候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以現場的物證為基礎 就像玩那個撲克牌的王牌一樣 你們就是王牌嗎 這物證是王牌 物證是王牌 他躲不掉 就是譬如說你有沒有到過現場 他說我沒有到過現場 你的指紋在這個地方 你還沒到過現場 這個就是王牌 賴不掉了 就是物證 所以呢偵查跟見識是蠻微妙 那當然見識 簡單講 所有的自然科學 都可以拿來當做見識 像橋樑倒塌 橋樑倒塌 像我們厚峰大橋曾經斷過 有六個人在橋樑 蹦掉下去了 後來怎麼 是不是刑案 他們身亡了嗎 當然身亡了 事故無存 颱風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個刑案 它是一個刑案 那牽扯到就是工程 橋樑工程 水利工程 又跟什麼力學什麼 對 當然就有關 那警察不是萬能的 所以這個科學 因為檢察官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要請教這個水利工程 請教建築結構的技師等等 那個為什麼橋會斷 就在這個時候它斷 這也是屬於建設 當然當然 所以任何自然科學 可以應用到辦案的 那辦案裡面也有包含被毒死的 像那個 像之前那個日本東京地鐵 沙領毒氣 對 沙領毒氣造成一些 對不對 這些就是坐地鐵的人 然後死亡 而且五個車站倒了六千人 那是不是刑案 也是一個刑案 刑案牽扯到什麼 很特殊的毒氣 毒物學 那毒物學裡面 當然警察有時候不是萬能 他有時候他用的是 二次世界大彈的化學戰機 所以這也叫見識 所以日本當時也搞不清 因為從來沒發生過 突然來了什麼一下子 倒那麼多人 所以以為全死了 後來倒了六千人 死了十三個人 所以這裡面就牽扯到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導致這種狀況 啥例 才驚覺到 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化學戰機 這個也叫見識 見識警察不是萬能 這個又牽扯到 可能軍方的 那種化學戰機的研究 這一部分 它也叫見識 那今天阿善師來其實是 我們透過 算是三個案子 總共有三個案子 來讓大家了解 可能見識的一些眼鏡 因為見識科技 一直不斷在進步 那包含見識人員的心態 見識人員可能的素養 也都是不斷的在進步當中 對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案子 今天第一個案子 如果不是阿善師來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 談不起來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 太大了 而且 作為一個新聞從業人員 我覺得它 太恐怖了 就是我們 我會擔心講錯 或者是擔心我們的角度不對 會導致 可能有所偏頗 對 我們自己會有這樣的立場 所以那麼大的案子 越複雜的案子 或者是越牽扯到可能 有是非對錯的東西 特別模糊的時候 其實大家反而不太敢做 對 所以我原本是 我不太敢做談這個案子 但是是因為 跟阿善師聊到的時候 我們才決定 要去談這個案子 那今天呢 其實光是資料整理 就讓我滿頭痛的 對 資料很多 對資料非常多 就是你要 我根本沒有 我能看完的 我都看完了 那其實還有很多 我沒看的資料 對 包含紀錄片 我就看了快三個小時 然後還有一些 包含裡面的各種判決書 就是更不用說 那今天我們這個案子呢 其實有非常迷霧 非常多迷霧 人讓人 人家看不透了 但我們今天聊這個案子 是以見識的角度來切入 那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希望說 邀請到案件的當事人 或相關的人 來我們節目裡面去細談 後面的東西 那也 如果聽眾們對於 聽完案情之後 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的話 在最後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相關資料大家 大家可以在自己去查詢這樣子 但我們今天談這個案子 也會盡量去還原事實 對 但可能沒有辦法還原到那麼多 對 我們就盡量了 OK 好 那我們整個系列呢 我們其實是以 性侵見識的眼鏡 用三個案子來談 那我們就用來談第一個案子吧 案件的開始呢 是在清晨7點 台北縣汐止鎮 一個平靜的公寓大樓裡面 傳出了尖叫聲 也開啟了一段長達21年的故事 那案件的開始是怎麼樣呢 阿山市 這個案子呢 就是在1991年 就是民國80年 大概3月24號的時候 然後呢 在新北市 就是以前的台北縣 汐止長江街 汐止長江街 就一個老的公寓 突然呢 就發生了一個 一個就是 發生了一個刑案 然後呢 也有尖叫聲 不過尖叫聲呢 是發現的 是 而不是在當時呢 案發的時候 的一個尖叫聲 你說發現了一個 刑案的那個尖叫聲 對 發現了 就是 因為當時呢 所有的住戶 在案發的當時 都沒有聽到任何吵架 什麼喊叫的聲音 結果呢 發現的是 他的那個大女兒 大女兒呢 早上起來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要上學 對 早上起來以後呢 要找媽媽 找不到 媽媽呢 結果呢 後來去推主卧房 發現了主卧房 繁鎖 但是呢 那個底下門縫的地方 有一點血 然後門打不開 有一點血 他嚇到了 然後趕快呢 打給 住在附近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 就是吳明翰的大嫂 打給大嫂 然後他們過來看 把門 合力呢 把門撞開以後 跟那個就是 還有吳明翰的哥哥也來了 對 他的就是他的太太就是 那個 吳明翰的大嫂也來了 合力把門撞開以後 才發現到慘狀 那個慘狀 裡面就是吳明翰 他是趴在那個門後面 門後面 然後呢 那個 吳明翰的太太呢 就是媽媽呢 葉盈蘭是 是趴在那個床部的旁邊 裡面全部都是血跡 可是好 我們要聊這個案子 是因為阿善師身為一個見識 但是就我所了解 阿善師你是在 都在台北市服務嘛 對 可是這個案子是屬於那時候的 台北縣 這種轄區的不同其實是分得滿眼的 對 沒錯 像我們記者會分線一樣 你們也會分線 你們也有轄區制 那你們怎麼會去 當時怎麼會去接觸到這個 台北縣的案子呢 雖然很大 因為當時呢 我做這個建設工作做了有一段時間 所以呢累積了一些經驗 等於是小友成就跟小友名氣 然後呢那時候呢這個案子 因為呢他在法庭上 他當時 案發之後 他嚴格延宕了好多年 對 就在訴訟 因為訴訟呢他的證據不足 所以呢就變成說 一下子判有罪 一下子判無罪 一下有罪無罪 就像鐘擺一樣 在那邊擺盪 有罪無罪 生死 有罪無罪 就這樣子 當時我就注意到了 當然這裡面就牽扯到很多 現場處理啊收證啊等等這方面 的一些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呢 不能用現在的高標準去批判 當時過往的做法 這個我覺得不公平 但是這個案子呢 因為延宕了大概有十幾年了 就這樣來來回回 那後來這個案子變成是一個 棘手的一個案件 像一個泥糟 像一個火坑一樣 進去就限住了 就限住了 你也不知道到底我要 支持他是有罪還是無罪 認定他們是 就是到底是要生跟死等等 因為這裡面牽扯到的 很多是一個專業見識的東西 對 可是呢因為這個案子呢 在當時呢 可能就是 整個收證啊 偵查方面 在那時候的氛圍 跟那時候的水準 就大概是做到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案子就一直 一直在審判的時候 就這樣擺盪的 那後來這個案子呢 真的到最高院的時候呢 法官也頭大 後來呢就想說這個案子 是不是再請專家 再來看一下 再請專家看一下 當然呢那時候專家 國內的專家 就數得出來 調查局啊 刑事局啊 警大各縣市警察局啊等等 所以呢那時候呢 探尋知道吧 每一個單位 是不是可以獨立來鑑定這個案子 你想這種 你遭一個火跟誰願意接 怎麼 還真的有人願意接嗎 不是 逼的沒有辦法 沒有人願意接 之後有人出來接 有人出來接 為什麼出來接呢 我在想一次 透過高層的這種 這種協調了 講好了 一定要有人出來 後來就有 哪一個單位最適合呢 誰 就是法務部底下的單位 哪一個單位 法醫研究所 法醫研究所 他來接 他也是不想接啊 可是後來就透過高層 因為法醫研究所的那個所長呢 很多都是從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他們調過去了 就是他是法務底下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不得不接 那接了以後呢 他們是法醫的專業 那這個案子 因為牽扯到很多 是現場的東西 所以呢 他就必須找一些其他的專業 來協助他 那時候呢 警察單位 法醫研究所也探尋了一些專家 他們都不願意接 我也知道 他是一個泥造一個火坑 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 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樣 你怎麼了 我就想說 是不是給自己一些挑戰一下 接受挑戰 你不願意接 那我來試試看 因為我當時也擔任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顧問 所謂顧問就是說 要有相當的一些經驗 背景 他會請你當顧問 那我是 名正言順是他們的顧問 後來呢 當然有其他顧問 那泰群其他顧問 警戒沒有人接 後來我說 我剛剛講說 給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常常我覺得 有時候平常這個小漢子 挑戰性不大 找一個泥沼火跟我跳下去 結果呢 後來發現我 很難全身而退 後來我就接下去了 為什麼不能全身而退 因為我們後來在 後面再跟大家講下去 對 總之也是因為這樣子 阿山師才介入整個鑑定 那時候 我是看所有的券 因為現場我沒有去 因為不是我的轄區的案子 第一時間我沒有去 可是我看我的 看完券裡面 我第一個發現幾個問題 第一個呢 那時候現場一堆人 一堆人 從檢察官 辦案人員 看法人員 警察 通通在現場裡面 其實這是違反 現場呢 必須要安全維護的一個概念 你說三層封鎖性的那種概念 但是三層是後來才有的 所以我在這裡 當然我一直強調 我現在沒有批判的意味 因為你用現在的高標準 去談 去評論 以前幾十年前的低標準 那這個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 而且在當時的氛圍做法就是這樣 對 所以現場呢 大家在裡面就踩來踩去 第一個現場破壞 第二個呢 他現場的採證方面呢 有很多東西 是沒有採起來 比如說像浴室裡面 對不對 有一些毛髮啦 等等那些 其實 今天只要現場 採證做得完整的話 在現場只要找到 書案相關的人 蘇建合 莊林勳 劉炳的一根毛 一枚指紋 就認定了 一滴精益 就連起來 但是問題是 王文肖指認他們 但是沒有證據 連結他們 為什麼沒有證據 因為現場 很多是被破壞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現場採證 當然採證 那時候的做法 跟現在的做法 現在比較高標準 以前的低標準 所以呢 到最後只有採到 他們認真採 也請了行事局的專家也來採 採了以後呢 當然有採到 好像有採到三枚指紋 那兩枚指紋呢 就是特徵點不足 只有一枚指紋是 血跡指紋 結果後來這血跡指紋呢 他們就是 慢慢比 終於比出來了 還有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屍體的問題 屍體狀況怎麼樣 屍體的問題呢 因為剛剛講呢 爸爸是趴在那個 主臥房的門後面 然後呢 媽媽是趴在那個 床部的旁邊 那床部旁邊呢 在驗屍的時候 驗屍的時候呢 她是很認真的人 但是呢 當時可能 一些觀念等等 沒有釐清 當時呢 沒有分辨 是不是不同的刀 只是數了刀數 就是呢 媽媽總共有 42刀 爸爸呢 37刀 而且幾乎都在頭部 集中在頭部 加起來是79刀 當時呢 在我們的法醫的專業呢 你79刀 是一種刀嗎 一種刀代表可能一個人 還是兩種 三種刀 那就代表不同人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是直接一般的聯想刀 因為數刀數 幾刀幾刀 但是 是一刀嗎 一種刀嗎 兩種刀三種刀 這個如果當時有仔細去看的話 以當時的科技 或是當時的見識 那只是一個專業的判定而已 判斷而已 那第二個問題呢 他這個案子沒有解剖 要剖開看 那時候已經有解剖 只是解剖率不高 為什麼會不高 這麼大的案 都死了兩個呢 還要不高 但是那時候解剖 基本上包含警察 檢察官法醫 就是我外表可以看得出來的 為什麼要解剖 因為解剖要勞失動眾 要動用到一些法醫的導導 像楊日松博士 方忠明教授 等等這些 等於是說 需要多一層的一個麻麻 而且 還需要有一些相關的經費 你解剖這些 這些需要費用 所以那時候的氛圍 氛圍 就是盡量可以不解剖 重解 然後呢 因為解剖 需要勞事動眾 所以這個案子 沒有解剖 第三個問題是 衣服穿好了 頭上都是刀傷 現場有被 因為現場發現有一些 翻動的跡象 所以看起來就是 竊盜 竊盜 是不是變成 最後變成強盜 然後殺人 那請問你 會性侵這個太太嗎 看她衣服有沒有凌亂吧 衣服穿好的 沒有凌亂 那聽起來就還好 還好 但是後來 嫌犯講有 他是你當時沒有踩 這樣子 那是不是 事後要踩 結果發生一段差距 因為屍體已經買了 還給家屬 沒有解剖 買了 買了以後等到 好像幾個月後 幾個月後 然後抓到主嫌犯 然後主嫌犯再剛出其他的共犯 而且他沒有講 我們不但從竊盜變強盜 最後變殺人 最後還輪奸 那你怎麼辦 輪奸 後來人已經買了 都買了 都買了 都在墳墓的地方怎麼辦 挖出來還有用嗎 對啊 所以那時候 檢察官就很緊張 就打給法醫大佬 就是楊博士 楊日聰博士 那時候是國內的第一把 第一把法醫的專家 後來楊博士說 請問檢察官你要做什麼 他說我要拜託你開關驗屍 因為買了 開關驗屍 開關驗屍你要做什麼 要採下體 時間經過多久了 幾個月了 這個就算有採到經益 可能 爛掉了 對啊 已經沒有用了 已經腐敗了 因為它是屬於生物急症 所以楊博士說不用開關驗屍了 因為經益現在要採來不及了 所以當然我們一直強調 不怪現場勘察的做法如何 不怪法醫的做法如何 其實在那時候的氛圍就是這樣做 當然你要從現在高標準來批判 當然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探討 為什麼這個案子到最後會弱的 如此到時候沒有辦法做一個決定 是生是死有罪無罪 好 我們現場有發現一些斜角液嗎 這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面 斜角液我剛剛講 其實後來嫌犯講他有進入之後 因為身上殺人都有血 他分別去洗澡 那洗澡以後你再怎麼洗 會不會脫落一些像一些毛髮之類的 第二個 你從裡面一直走到浴室 這中間是不是也要經過客廳 經過其他地方 要腳印 這腳印重不重要 很重要 當然 那我剛剛也有講 最主要這個現場很多人進去 而且都沒有穿鞋套 通通踩爛了 那只剩下裡面 就房間裡面 房間裡面很遺憾的 當時才血液的氛圍 還沒有形成 大家認為說血液沒什麼用嗎 因為認為最有用的就是指紋 那時候DNA還沒有 那個血大家也覺得不太有用 唯一件事可以用的就只有指紋 因為那時候指紋學發展的比較早 知道吧 指紋是每一個人不同 可以各化 每一個人的指紋都不一樣 十個指頭也不一樣 但是那時候的血液只能做到什麼 ABO型 這樣子而已 對 那個時候的時代的氛圍 O型 百分之四十幾 那你O型 你抓到哪一個O型 O型通通都是嫌犯 就變成這樣 所以你覺得它不太有用 科技的問題 鞋印也是啊 你那鞋子只做你這一雙嗎 做幾百雙幾千雙 他怎麼認人 對啊怎麼認這個鞋子去連到人 所以那時候一直認為說 哎呀這些都沒有用 所以那時候的氛圍 踩鞋印還沒有那麼流行 那麼紮實 所以鞋印是有 在主卧房有一些鞋印 但是很遺憾 通通沒有菜 我看那個卷裡面是沒有很多鞋印 但是是有幾個鞋印 那幾個鞋印就牽扯到 這個鞋印是進入人的破壞 因為還有那個進入的 比如說進入葬儀社的人 還有進入的一些拍照的見識人員 還有法醫人員 他們如果這個鞋印進入的時候 沒有穿鞋套 是不是跟那個鞋印又混在一起了 那是不是要排除 是不是要排除 所以你那個鞋印當時有踩的話 你把所有到場的人 不管你到場 進入主卧房的比較少 那你可以排除掉 外面的人多沒有關係 你還是排除掉 如果可以排除掉這些人的鞋印 因為他這些人進入這些 後來因為就是有四個嫌犯進入 那四個嫌犯進入以後 如果排除這個鞋子不是一種 排除以後是兩種三種四種 不就證明代表進入的人有幾個人嗎 最主要是進入的幾個人 到現在還是一個羅神門 了解 到底是一個人幹的 還是兩個人以上幹的 好 那我們在現場其實還有發現一些 在廚房還有發現一個菜刀 那這個菜刀還有發現上面有毛髮 對 跟這個好像有駝皮是不是 對 毛髮這樣子 他那個 因為我在強調也是現場 我是看見的 因為現場我沒有去 當時我有看到一個資料就是說 這個刀上的這些毛髮 還有一點點的血水 是進入的遠景他發現了 進入遠景他就走 因為這是合理的 因為你報案 這報案不是第一個馬上監視人員就去了 不可能 遠景先到 遠景先到 到了發生什麼事情 一看 兩個人就死在房間裡面 然後就在現場 然後就走著看看 這是對的 看了以後就發現 有一把刀插在廚房的刀架上面 是菜刀 菜刀上面勾了一些毛髮 還有血水還在滴流 那表示刀上面很可能是胸刀 這把刀後來就列為 在看它的時候 就列為非常重要的一個胸器 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無名漢死者的丈夫 他的左手的無名指跟部分的頭皮被削弱 因為他們幾乎都被砍在頭部 對 現場其實是非常的慘烈 這個照片 沒有錯 看照片 我只是單純看照片 就覺得非常的悲慘 好 當時這個病案幾乎沒有什麼線索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這些東西 當時的採到東西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但唯一能夠確定的是 有一枚寫指紋 他好像是能夠去辨識裡面的內容 那時候指紋學已經成熟了嗎 指紋學據我所知道 好像那時候80年指紋電腦化剛開始 其實指紋最重要的就是 電腦可以代替人力 我們的眼力要比很難 你說自己眼睛要去比你的指紋 比指紋一張一張 因為一張上面還有十個指頭 你還要用這個現場的指紋去比十個指頭 有時候不是指紋還是掌紋 所以各位把手掌打開來看你掌紋有多大 他是在東北角西南角幾點鐘方向哪個區域 多累啊 所以人這個時候真的看到眼睛 台語講會 可是後來進入電腦的時候 你可以去睡覺 電腦會自動幫你找 多審視 可是那時候剛開始 好像還沒有建置起來 所以那時候也是真的是用人工一張一張 當然必須有涉嫌對象 不然的話你要比 因為沒有資料庫 有資料庫 但是還沒有進入電腦 那你必須一張一張 拿來幾百萬 不是幾十萬 那時候就幾百萬 你怎麼樣比 所以一定要有特定的對象 涉嫌的對象 抽幾十張甚至一張百張 有空的時候一張一張比 指紋是這樣比的 那個時候是比掉了誰 透過什麼樣的東西去比 當時是這樣子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些特定對象 所以就從案發地的附近 開始先比 那比當然是有前科的 對不對 或者是說一些 可能附近有沒有一些軍人 因為那時候你要只要當兵 才有指紋檔案 最大的問題是 你小孩子沒有指紋檔案 你女生沒有見指紋檔案 沒有前科的沒有見指紋檔案 所以你住在附近有前科犯 或是住在附近在均勻 營區當兵的人開始比 這種地緣關係 地緣關係開始比 後來比當然也有一些線索 本來就是 後來就有個線索說 好像有一個叫做王文忠 王文忠的這麼一個人 就住在對面而已 就住在那個 他是這樣子 後來發現王文忠跟他的哥哥王文小 他們父母親離婚 離婚以後 然後王文忠就跟他哥哥 哥哥是跟著那個爸爸 住在雲林的地方 虎尾 雲林虎尾 後來他們就分開住 但是王文孝 王文孝後來到台北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借住到媽媽的地方 因為媽媽離婚之後改嫁 改嫁以後輾轉就搬到 兇宅的對面 所以王文忠他們有時候就會住在 常常會住在那個地方 等於是王文忠跟著媽媽一起住 那王文孝原本是雲林人 那可能王文孝還是會來找媽媽 然後就跟這個弟弟王文忠 彼此有聯絡 聯絡以後 然後就兩個就會在兇宅的對面 就是媽媽的家庭住的地方 後來警方比王文忠 可是一筆好像不是他的 可是就想到說他有一個哥哥 王文孝 有時候因為後來查 王文孝也會住在 就是王文孝的媽媽的地方 後來一筆 赫然發現是王文孝的指紋 那個寫指紋當時想要印在 什麼地方找到的 寫指紋後來發現是在信封袋上 信封袋上血跡住 那筆出來說王文孝之後 當然警方士氣大陣 然後就 因為他後來發現王文孝是軍人 軍人那時候是軍檢 有軍檢跟軍閥 他屬於軍事管轄 是 所以後來那時候就配合憲兵 然後到南部的地方 因為那個王文孝 可能有前科第二個述警不良 所以就被送到軍方的一個等於是 類似管訓的單位叫明德班 是 因為王文孝是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的士兵 然後因為述警不良 後來送明德管訓班 那管訓班就配合 警方配合憲兵 到那個地方去問王文孝 王文孝剛開始當然不承認 可是後來警方就不承認 就剛剛我講的 那為什麼現場 我找到你的血跡指紋 你怎麼講 他傻眼了 後來一查才知道 原來他到北台北的時候 常常就會住在 凶宅對門媽媽的地方 是這樣子扯上關係 所以指紋一出現以後 一直到王文孝被槍決 全部他就賴不掉 全部承認 那他一開始被抓的時候是怎麼說的 一開始當然被抓的時候 你沒有證據他不會承認 後來一承認之後 剛開始他一直承認是一個人幹的 剛開始一直承認一個人幹 可是後來他又改口 又犯共了 又犯共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包含王文孝指認的一些共犯 他們的說辭 常常隨著警方辦案的進度等等 就翻來翻去 這個第一個是最難的 這也是我們見識 如果你見識做得好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 到底 我剛講過 到底幾個人幹的 刀子 法醫刀子 幾種刀 對不對 如果可以研判 第二個 現場有幾個不同外來的腳印 當然一定要排除現場破壞的人 另外現場有幾個外來的指紋 對不對 後來如果假設了 下體有踩症 可能下體也會有一些不同的跌 簡單講你要從證據證明 他們講的對不對 幾個人 作案的過程等等 當然後來還要加上血跡型態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這種改靈 因為我剛好也是研究血跡型態的專業 所以你血跡型態在那個時候有加入的話 他作案的動作過程知識高度 都可以推論 我們現在先跟聽眾講一下這個 王文昭他初步怎麼說 他說在1991年3月24號凌晨2點多 他因為積欠賭債的關係 這種電動玩具賭債 他一個人從頂家進到他們的住處裡面 就是被害人住處裡面 然後先到廚房拿來一把菜刀 然後去找財物 這個時候就驚醒了吳明翰跟他的妻子 先驚醒了吳明翰 他心慌就拿菜刀把吳明翰給砍死了 這個時候葉盈蘭也醒來了 他又把葉盈蘭的亂刀砍死 他不知道砍了幾刀 直到兩個人倒地為止 後來他就去衣櫃找財物 然後總共找到了6張千元鈔 然後之後就回到了他的住家 是他的初步自白 但後面他就翻供了 我練一下當時新聞的一個片段好了 警方就懷疑一個人怎麼砍殺夫 付兩人79刀之多 經過汐止分局刑事組不斷偵訊 終於突破了王文肖刑防 他攻出了另四名嫌犯 分別是蘇建和、劉炳郎、莊林勳 以及王文肖的弟弟王文忠 汐止分局經歷逮捕了四名共犯 依據嫌犯的工程 他們五個人先由王文肖潛進了吳明翰家中 再通知其他人上樓刑搶 他們先用刀控制被害人吳明翰 再搜刮財物 然後臨時起役 性侵了葉盈蘭 這個時候吳明翰在旁苦苦哀求 王文肖等人便將吳明翰砍傷 命令他說不准出生 再輪流性侵被害人 由於擔心吳明翰夫婦指認他們 王文肖一夥便持刀砍殺被害人 79刀 汐止裝飾命案懸荡了五個多月 汐止分局終於逮捕了所有嫌犯 將他們依照強姦殺人強盜等罪移送 逝領地監署偵辦 那個時候是強姦 但我們現在已經改名為性侵 為了尊重被害人 其實當時這樣的一個翻供 如果他剛剛還有印象我們第一版自白的話 你會發現說跟後面新聞報導差了非常多 從他一個人坦承犯案 後來牽扯到了另外四個 包含他弟弟都進來了 然後還說有這個性侵的東西 當時新聞整個翻供翻得非常多 那阿賽斯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後面的這些人好了 好不好 包含這個王文忠王文肖 然後包含這個蘇建和 他們彼此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關係 其實那個主要像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那個王文肖 他其實不認識他們 只要是弟弟呢 有一些是弟弟的同學 王文忠的同學 王文忠的同學 那同學呢剛開始這個王文肖講 原本承認是一個人幹 對 可是後來他才講出說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 原本還有一個叫做那個 露開 對不對露開還有一個黑仔 黑仔 還有一個黑點 黑點 黑點 還沒 當時知道綽號 那綽號以後呢 後來就去問那個 後來警方呢 就去問王文忠 說我不知道名字去問王文忠 對 那你就問王文忠嘛對不對 他他朋友 對他他朋友嘛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人的相關背景 首先是這個蘇建和 他其實在當時是 家中在開便當店的 對 那其實他 就是在家裡面幫忙 那當時其實他已經19歲了 然後包含劉秉郎 鍾林勳也都19歲 那王文哮22歲 那他的弟弟王文忠是20歲 那王文忠呢 是王文哮同母義父的弟弟 那後來就搬到了戲職 搬到了熊宅對面 那個案發點對面 那蘇建和呢 跟劉秉郎 都是王文忠的國中同學 那一個是戲職人 一個是基隆人這樣子 那尤其劉秉郎 他其實功課蠻好的 對 他是成功中學的 成功中學 成功中學很好 那時候分數很高是不是 對 成功中學也要進入分數很高 對 他那時候好像因為考得不好 考得不好 他後來等於是家人 給他繳補習費 他去補習 那補習呢至於說 案發當時呢 他有沒有在場 等等 這些就變成一個羅生 因為最後警方 從那個王文哮講出 什麼落腳的黑鍋的黑鍋等等 然後再去問王文忠 王文忠公出這些人之後 警方就開始把這些人找了 全部都逮捕了 都逮捕了 逮捕了以後呢 要證明 你有沒有參與這個案子 對 然後再證明 你當時有沒有不在場證明 你當時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個時候 其實王文哮就翻供 咬了四個人 那我們一開始有講到什麼 樂開 黑鍋 黑鍋 這個其實是 一開始王文哮是說 有 王文忠犯案 他一開始就第一版 就明確的講出了王文忠 後來還說有什麼 謝廣會 黑鍋 跟黑鍋 後來謝廣會 沒有這個人 找不到這個人 後來謝廣會 就變成樂卡 樂卡 黑鍋 後面又去問王文忠之後 才說 後來就拼湊出 總共有這個四個人犯案 那也都全部的 把他們就逮捕回來了 那當時因為這個 這個案子 我們後來 因為我們剛前沒有提到 他有六千塊 有六千元 他當時一開始說 他偷了六千元 那這個案子唯一的贓款 是在莊林勳家裡面 找到的24塊錢硬幣 那有一枚十塊 兩枚五塊 還有四枚一塊 這個是莊林勳在自白書裡面 像警方說 他的贓款 他自己說的 他的贓款 開山刀 還有犯案用開山刀 還有血衣 都藏在自己家裡面 這種衣櫃的後牆縫裡面 那當時原警也去裡面找 確實找到了 把這個後牆縫的踹開 確實找到了24塊錢硬幣 當時就把這24塊錢硬幣 認為說他是花勝的 把它拿回來了 那當時這個硬幣 我們看見有什麼樣的激震嗎 因為我剛剛講過 硬幣我沒有看到 我是看到券裡面 對 那券裡面所顯示的硬幣 沒有特別的紀錄 也沒有好像有檢驗 檢驗後面沒有特別什麼血跡反應 但是我們現在從邏輯上來思考 你家裡面有時候櫃子後面等等 偶爾有一些人有習慣 譬如說有時候沒有存錢筒 有時候臨錢就往那個夾縫 丟下去 丟久了以後我就是收起來 就跟那個存錢筒 殺珠公的感覺 對 珠公一樣 就往那個縫去丟 那或者有時候你這個 有時候這個錢硬幣滾到裡面去 難免會找到一些硬幣 所以這個硬幣第一個 當時警方應該有檢驗 因為我券裡面沒有看到很特別 他就是檢驗的沒有特別 如果有血跡反應 他們就會寫下來 那就去比對的話就可以認 對 但是那時候只能比到A B O型 A型 B型 O型 我剛剛講O型的相同概率40%幾 那你怎麼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24塊你如何認定 它是張款花生的 那你是不是要去問說 哪個地方花了多少錢 哪個地方又花了多少錢 應該把他們的路徑 花錢的過程去查清楚 不能說主觀認定 這24塊就是你搶來花剩下的 那時候的氛圍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講實在 這24塊硬幣要扯到說 就是你張款花勝所有 我覺得是有一點欠強 那是他自己說的 那個時候自白書裡面 他說他的強縫裡面 有他的張款 而且還有說 那個兇刀跟血衣在裡面 他們就去找 兇刀血衣沒有找到 對 就沒找到 24塊是 為什麼他會講 背後就是以前我們稱為科學辦案 以前的科學辦案 就是可能 我們後面再跟大家再細聊 再談一下 什麼叫科學辦案 我們後面再跟大家細聊 那其實王文哨後來 他在當時被帶到現場 進行這個 當時稱為表演 現場表演 對 現在我們稱為模擬 那做完這個模擬之後 他就被 8月16號 因為當時他被逮捕的時候 已經隔了大概3 4個月過去了 對 案發是在 我看一下 23月 我看一下 案發在 3月 那他 後來被逮捕的時候 已經是8月多了 那他8月16號晚間8點 被抓到第二天 就被送到憲兵隊 對 但這個時候 他一開始的自白都沒有講到性侵 那他被送到憲兵隊之後的那一天 這時候他們的自白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我們簡短練一下 那個時候劉秉楠跟莊林勳 在同一天的凌晨他們的4點 他們的自白就開始講到 是王文肖先性侵了葉盈蘭 而且把犯案人數就變成了5個人 我還有說是王文肖蘇建何殺人 後來自白又再改變 變成說是4個人輪流性侵殺人 然後王文中把風 那性侵之後為了掩飾犯情 還想到說要把這個葉盈蘭的衣服 給他換過這樣子 為什麼會有換過這一趴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就是說 性侵他們基本的概念會想說 性侵會不會經營會留下來 留下來那衣服呢 我就要毀滅 把機震毀滅掉 所以幫他換過衣服 但是我鑑定了 那時候後來鑑定的部分 其中一部分就是 衣服有沒有換 簡單講 如果你今天被殺了以後 你被殺當時穿的衣服 沒有換的血跡形態 跟你殺了以後 血流了 我再把這個血液換過的血跡形態 會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可是最主要 當時他們就是要毀滅掉他們 性侵輪間的這個機制 其中他有很重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 葉盈蘭跟這個死者無名 和他們的兒子 有講到一個蠻重要的公詞 這個公詞是講說 他當天晚上有印象說 葉盈蘭媽媽起來的時候 是穿著另外一套衣服 可是他在發現屍體的時候 發現說他怎麼 原本是穿著睡袍 他也降到起來幫他餵奶的時候 是穿睡袍 後來看他死的時候 變成睡衣睡褲了 覺得不一樣 所以覺得他有換過衣服 那個時候是他五歲的兒子講的 那是五歲嗎 應該是五歲 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 六歲 六歲的兒子講的 那這一段證詞也會讓警方覺得說 有換過衣服 就會去有很多聯想 那當時加上這個 他們的這公詞裡面 也有講到說 確實有去換過衣服 那感覺一切就對得起來了 可是 那個時候警方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有了這個自白 然後就去 後來就劍爆了 有輪流性侵這個東西 那就問了王文肖 王文肖就說 他也很驚訝 他說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去性侵葉盈蘭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講 然後都在報紙上 警方後來有就借題的王文肖 要去確認輪流性侵的真假 但後來王文肖 就是也說了 他也說了一版完整的自白 到底為什麼整個人會犯案 他說的這個自白 基本上這一段自白 也構成了後續整個審判的一個骨幹 那我現在先講一下當時這個自白的內容 他說80年3月23號晚上10點 五個人先乘坐兩台摩托車到汐止鎮的水源路 迪斯奈遊樂園打撞球 後來凌晨3點多了之後 一起回到王文肖的住處樓下 他自己因為缺錢 像王文肖要 但王文肖說他沒有錢 其他人也說他們也缺錢 所以王文肖就提議要用非法手段 並建議下手對象 也就是對面住的吳明翰夫婦 王文肖準備好開山刀交給蘇建合 然後把水果刀交給劉炳郎 井棍交給莊林勳 之後由頂樓侵入了吳明翰的夫婦家中 並且拿了一把菜刀 然後放其他三個人進去 由王文肖留在四樓來把風 王文肖後來去樓下把風 然後四個人先在客廳的神壇搜東西 但找不到東西 於是進入主臥室裡面 王文肖跟蘇建合就壓住了吳明翰 由莊林勳接下來講的東西 比較是屬於輪流性侵的過程 如果大家覺得聽起來 有點不太舒服的話 建議大家先暫停 休息過再考量說 是不是要略過此段 當時王文肖說 他跟蘇建合一起壓住吳明翰 然後由莊林勳 用水果刀壓住妻子葉銀蘭 然後留扁榔去搜刮財物 獲得現金6000餘元 跟金戒指四枚 後來看到葉女長得不錯 於是由蘇建合開山刀 押住吳明翰 王文肖描述 他是把菜刀交給莊林勳 由莊林勳抓住葉銀蘭的手 然後他在床下性侵 這個時候吳明翰出生了 所以王文肖起身拿菜刀 砍吳明翰 然後繼續性侵 之後由劉炳郎接續性侵的時候 是王文肖抓住葉銀蘭的手 莊林勳性侵的時候 是由劉炳郎抓住葉銀蘭的手 直到蘇建合性侵的時候 大家也一起性侵 在夫婦死之後 劉炳郎 莊林勳 蘇建合 在浴室洗澡 並且清洗血衣 後來王文肖在房內 可以擦拆血跡跟指紋 也是因為這樣子 現場才沒有採到很多的血跡跟指紋 並將菜刀清洗之後放在刀甲上 我們是要等到 其他三個人都清洗完畢之後 才進入到浴室裡面清洗 之後大家回到樓下分贓 除了王文肖之外 每個人得到一千塊 蘇建合把開箱刀跟水果刀 想辦法去丟掉 血衣也是由大家各自處理掉 後來王文肖他在高雄點蕩了兩枚戒指 然後也在台北點蕩了兩枚戒指 戒指部分後來警方 確實有在台北的兩家當鋪裡面 找到兩枚金戒指 並得到王文肖這個點蕩紀錄 所以基本上能夠確認 點蕩戒指這東西是確認的 上面的是王文肖後來講的他的自白 這個自白也構成了後續辦案 檢警在辦案 包含後續審判一個重要的股價 這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些自白內容 你覺得跟我們後續看這個現場的基準 能夠多得起來嗎 當然我一直從現場的一些見證 包含現場勘察的東西 整個去研究 當然我們就提供見識 比較專業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像小孩子 六歲的小兒子 小兒子他說好像媽媽半夜起來 就是給他喝水 喝水的時候穿的衣服好像是睡跑 第一個是那時候小男孩也是剛被叫醒 給他喝水 那你叫醒的時候 人神智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你會非常明確記得媽媽穿了什麼衣服嗎 很明確 對當然有時候樣子可能會 可是睡跑還是上 就衣服褲子不同的睡衣 還是睡跑是整條的嗎 還是睡衣 印象有沒有那麼深刻的第一點 第二點 是不是媽媽起來的時候有一點涼 因為那時候等於是還三月份 三月份還有一點涼 先披個睡跑 兒子看到是披的睡跑 等到他睡覺的時候睡跑 就脫掉然後睡 但最重要的是 死的時候是穿睡衣 就是上衣跟褲子分開的 那種分離式的睡衣 可是睡跑沒有看到 這是在見識的時候覺得這一部分蠻怪的 第二個 當然他們說有幾個分別進入 砍砂等等 砍砂發現他們的刀子有開山刀 另外有菜刀 還有水果刀 另外還有一個井棍 井棍主要是沒有看到井棍打的傷 因為那個傷我們都 我們雖然看的都是骨頭 因為這是經過大概十幾年後 只剩下一堆骨頭 後來經過家屬的同意 把坟墓整個破壞掉 骨壇骨頭全部拿到實驗室 我們幾個專家一起看那個骨頭 可是我看卷裡面 就是沒有棍棒打的 就是我們打的話會有一些瘀傷 對瘀傷 那個沒有瘀傷 全部都是刀傷 那我剛剛講過 法醫當時只有數刀數 沒有看他研判 他是幾種來種類的刀 後來他統一的把它稱為重刑刀 重刑刀 統一把它稱為重刑刀 那這個案子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解剖 一解剖以後大概知道 這個刀身多深 長多長 進入到裡面這樣子 那剛剛講過 因為那時候可能 那時候的氛圍 大家解剖率也不是那麼高 也不太喜歡解剖 還有一個下體沒有裁症 你剛剛講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卷 裡面最重要一個概念就是說 衣服穿好 而且都是砍死的主要死因是刀傷 而且現場有翻動 可能有切刀變強刀 需要踩下體 這是一個見識財政邏輯的概念 了解 那他們剛好提到一個 有在浴室裡面洗澡 那洗澡呢 結果浴室裡面 我看那個卷好多毛髮 但是他們講毛髮 我剛剛講毛髮能做什麼 那時候只能做到ABOC 對不對 還不少毛髮 所以我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這個現場 當時毛髮剪起來 即時科技沒有進 沒有那麼進步 做的沒有那麼精準 可是你毛髮還在的時候 今天的科技能不能在驗 一定可以 對啊 所以就是那個 有時空的落差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減 有減 但是取樣式的 隨機式的 這樣子 那隨機是那個毛髮 我看還不少 很多排水孔等等 一搓 一搓 所以他們幾個有講 有進去裡面洗澡 可是剛開始採政也不知道 也還沒有王文孝 什麼王文中 還沒有這些人 對 所以那時候也不知道幾個人幹 所以那時候採政 當然這一部分 可能就是有一點沒有去注意到 對不對 把那個毛髮 採起來即使當時的科技沒有辦法 分辨是誰的 但是你保存好 可能最後就可以做分辨 那剛剛腳印就不用講了 腳印你如果排除掉 到場的人的 家裡面的鞋子的 剩下的就是歹徒的 一種兩種三種四種 會非常明顯 當然 好那當時的這個 偵辦這個案子的軍事檢察官 在9月6號的時候 就起訴了王文孝王文中 因為王文中是負責 在樓下負責把風的 那司法的檢察官呢 崔濟正也在10月8號 起訴了其他人 那內容幾乎都是依照王文孝的 最終版自白為依據 那當時呢 王文孝因為軍法速審速決的關係 現在已經沒有了 沒有軍法軍檢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子 軍法軍檢的被消滅 其實就是那個紅暗 紅暗的 那但是不是說沒有 而是呢 戰分戰時非戰時 如果今天呢 真的台灣發生打戰了 軍法就實用 我覺得現在沒有戰時 軍法不實用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種打戰的時候 軍人會多可怕 我必須得說 在戰亂之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性侵 性侵殺人的案件 就是因為 大家當 比如說我 我的家人被殺了 那我有機會去對待 敵國的家人 敵國家人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去性侵他們 那個時候 過往的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 現在可能或許會不一樣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有軍法的存在 那他們強調就是 尤其就像這種性侵 然後殺人 強盜 這種都是唯一死刑的罪 在軍法裡面是唯一死刑 他是比較嚴格的 只要你是軍人 就要服從軍法 那當時呢 因為紅暗現在暫時分離 但是目前那個時代 因為軍法還在 因為速審速決的關係 就是你要馬上去判決 然後讓 社會能夠相信 然後穩定下來 不然的話 這個因為軍人跟一般民眾 總是不一樣 當然這個施衛是從以前的 就是我們國軍撤到台灣來 那陣子提起有一點亂 是 有亂的時候呢 有時候軍人有時候會搶奪東西 等等這樣子 所以呢 那時候軍法就一直延續 到紅暗的時候 才暫時終止 對 好 那個時候 在1992年1月11號 就依照連續殺人性侵 截夥強盜的罪喔 判王文孝死刑確定 速審速決 那他在被槍決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遺言喔 這個遺言影響非常重大 我簡短 我來練一下這個遺言 他自己親筆寫的遺言寫說 媽媽我希望你身體健康 媽媽你不要傷心 我後悔做了這個案子 希望媽媽原諒我 希望來生報答媽媽 王文孝留言 另外他還有寫說 我為電玩所害 奉勸各位弟兄 不要沉迷電動玩具 這是他親筆寫的遺言 而士林分院的湯法官 那時候準備做一審的湯法官 在1月11號的槍決執行前 也就是1月7號的下午3點 到軍中去訓問王文孝 因為王文孝是在場唯一 留下血指紋擊證的人 對 其他人都沒有 王文孝一死 基本上沒有其他任何現場激震 可以去證明 能去證明 其他嫌疑有沒有犯案 所以那時候 他就問我們王文孝 那王文孝依舊說 有殺人 有輪流性侵 這些犯行 他也都講 大家都有犯案 法官也問說 蘇建和等人 到底有沒有參與犯罪 王文孝也說 有 這個回答有多重要 安夏的事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概念 人之相識 其言也散 其言也真 可以表露出你心裡 因為都要死了 我幹嘛講謊話 對我幹嘛講謊話 我就馬上要被槍斃了 我幹嘛要講謊話 所以當時也因為這樣子 非常嚴重影響所有立審法官 另外那個所有的法官 你站住一審二審 三審更審等等 經歷52位法官 52位不是五位 那這些法官 基本上也都是法學素養很高的 對 所以呢他們呢 這種東西 但是這個案子很重要的就是 證明 蘇建和 莊林勳 劉炳朗等人犯案的證據 幾乎是沒有 只有王文孝 因為他也改口不了 那個血跡指紋是叫直接證據 就卡住他了 所以呢 但是他講 這些人都有犯這個案子 結果呢就影響法官了 所以這個 這一點對法官的自由行政 我們認為自由行政 你證據不足的時候 我到底要相信你 是有罪還是無罪的影響很大 可是後來他還要講一句話 就是強姦的部分 就是當時強姦的部分 他們好像是說我沒有做 對他完整是講說 因為剛剛是被槍決前四天 當時其實王文孝還沒有收到軍法覆判的結果 所以他可能不確定自己即將被執行死刑 或許對覆判還有一點點希望 對 那個時候在槍決前 還有再問他一次 他那時候是講說 搶劫殺人部分有做 性侵部分我沒做 對 那對於其他共犯的情形就一句話都沒有講 所以很簡單 到底 因為他們 從開始這幾個人到案之後的公辭 從王文孝一個人 後來又在王文中 對不對 弄出王文中 王文中 然後再找到初見合等人 但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的公辭 也隨著警方偵辦的進度 看你要找到什麼東西 一直在反反覆覆 那反反覆覆 在我們的證據邏輯上來講 人證我們必須存著合理的懷疑 人證他講話有時候會看狀況 對不對 有時候會受到這個新聞媒體的影響 有時候會受到你問案人員的一個情緒 跟你的一個問詞等等 他思考 這樣對我有利還是不利 所以他不是講 真正他有沒有做這個案子 而是會隨著這個情勢跟訊息 等等他會做變化 那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被帶著走 對 所以你一定要什麼 見識這個時候就要跳上來 跳上來以後要證明 第一個證明你有沒有到場 現場有沒有你的動作 但到場 有指紋有DNA 並不代表你是兇手 要證明你跟犯罪行為 有沒有這樣的作案動機 跟連結 這才是重點 是 當時王文中就被 因為軍法的速成速決關係 槍決了 留下的最後陳述 搶劫殺人部分有做 性侵部分我沒做 他這句話其實沒有被法官裁刑 他裁刑的是前一句 對 大家裁刑的是 人之殭屍奇言也善 他們都有做這個案 對 他們覺得他們都有做 這個王文中就因為是軍人的身份 被依照軍法判審判 但依照這種軍檢最後認定的犯罪過程 王文中只有負責把風而已 所以被依照 截夥切到未遂罪名而判刑兩年八個月 然後一審也判了蘇建和他們各兩個死刑 後面二審跟一審跟二審 好像都判死刑對不對 只不過差在說一個死刑跟兩個死刑的差別 對 而且當然也有中途這樣的來來回回 可是最後的結局 因為也有 當然過程之中也有說判他們好像無罪的 我記得是有 只是這樣的大半就是判他有罪 而且有罪最主要是我剛剛講 王文孝臨死之前的證實 最後的結局 就是他們三個人都是判處兩個死刑 因為忍之將死其言也善 是 當時的氛圍是這樣 好 那在1995年2月 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本案的正常程序定驗 就是三審定驗了 基本上蘇建和等待槍決了 正常來說這個案子都是很叮嚴的 蘇建和他們就只能等著被槍決 但其實這個案子負責起訴的 檢查系統最高首長陳寒 他先後提出了三次的非常上訴 什麼是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就是他覺得這個案子 可能用法不當 就是釋法性不當 說是用的條文不對 或者這可能裡面還沒有查清楚的等等 因為你要判處死刑要槍決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整個審判幾乎要達到無瑕疵的階段 認為還有瑕疵就非常上訴 你這個還要再判 還要再審 再查清楚 意思就是這樣子 可是這三次非常上訴 也都被駁回了 他就會說夠了 我們已經查清楚了 就變成駁回了 也都被最高法院給駁回了 甚至連當時的法務部長 馬英九跟這個案件也有關 是這樣嗎阿三是 其實當時馬英九 因為他學法的 所以他應該知道就是說 這個案子案有質疑 你要槍決就沒有辦法再回覆了 因為槍決是一個沒有辦法再回溯的一個 這個判刑了 這個處決 那處決以後人死了 生命是最重要的 你死了以後 你就說好你受到冤屈 那你死了以後 又能怎麼樣 能回覆生命 不可能 冤獄的話 能賠償嗎 可是命還是比錢還是重要 所以後來那時候的馬英九覺得 因為這個案子很多紛紛擾擾 這個紛紛擾最重要就是說 沒有辦法證明他沒有到場 而且連接證明他們的犯罪行為 都是延遲的 這個我們稱為人的 人證延遲證據 所以他覺得說這延遲證據 就有這樣反反覆覆 那中間的過程審判也有很多紛紛擾擾 那馬英九當時的法務部長就說 案件有疑問 就暫緩執行 就是一直延大 所以那時候 如果那時候馬英九 謙准執行 因為都是已經判處死刑 等待槍決 只等著法務部長 朱砂一批 就避掉了 如果那時候一避掉這個案子 你再怎麼吵 就是 只是頂多了 假設真的以後有冤獄 就賠錢 那賠錢以後 人命呢 人命就回復不來了 對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延大 也因為馬英九的 沒有批執行 實行的執行令 這個案子 最後才有扳回的機會 OK 那這個當時的 國際特色組織 還有 因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這種關係 還有發表呼籲 希望台灣政府對這個案子可以審慎調查 以免造成司法殺人的一個遺憾 當時的這個 為了體制內 因為大家都在吵 感覺這個案子好像就很有問題 對 當時這個司法的體制內 為了力挺自家人 好像還有開一個相關的記者會 叫做蘇建和等盜肥案記者會 這個是怎麼樣的經過 當時就是 當時的高等法院 就是那個 成省的審判庭的庭長 就理性的庭長 他一直認為說 這個案子 無庸置疑的 無庸置疑的 所以大家都紛紛擾擾 那你要相信我們法官判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 這個在85年 3月份的時候 他就聯合一審 二審 三審 法官的庭長 當時審判的這些庭長 舉辦了一個 就是蘇建和等盜肥的一個案 記者會 講明的就是說 我們沒有判錯 而且我們裡面 最主要有 就有哪些的 證人的公辭等等 還有我們當時 研判的新證過程 還有哪些證據等等 講明的就是 這個案子 基本上不會判錯 要相信我們法官 因為他說 這個在我們普通程序 就歷經了37位法官 對不對 然後這個特別的程序 非常上述 然後還有要5個法官 所以總共也這些 非常上述的部分 一次就要5個 就有15個 然後最後加起來總共52位法官 那請問我們這52位 請問我們這52位的法官 都會判錯嗎 就算一位錯 其他的也會對吧 對不對 所以他說你要相信我們 我們法官都是法學 有法學素養的 這個案子不會錯 不過他有講到 他說那至於我呢 他說我是考試院 及格證書 我拿的有五張 然後我這個高普考 我也拿了五張 及格的證書 另外我有三張 還是U等第一號就是第一名 你的口吻覺得很像 當時記者會上就是這個口吻 對 所以呢 而且你看 就是我很多的考試 我都是考試第一名的人 我會判錯嗎 第一名的人會判錯嗎 這個邏輯好像聽起來 好像有道理 可是你仔細想想 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還是會有錯 人都會有錯 但是52位一起錯 也是有點怪 對 但是應該是說 當時的 他們手上的證據 這些東西 就只能讓他們判出這樣的結果 其實這個結果我剛剛講過 最重要的就是說 都是很多證人 都是以人證為主 物證是零 有啦 有邪指紋 邪指紋那個王文孝沒有問題 對 王文孝被槍決 他從頭到尾都承認 他也沒有喊冤 對 那只要他咬住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做 問題在這個地方 是 所以有一次 就是他們後來在這個案子的 再審的時候 舒建和講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話 他講什麼 他說我們如果 不管某個單位 他們鑑定 是兩人以上 三種凶器 不是一個人幹的 是兩人以上 多種凶器幹的 那就是我們三個人幹的 會不會路邊抓三個人 你就誤賴他說 你們是路邊三個人 也是你們幹的 因為他請問我們有 在現場任何我們現場的激震 我們現場踩的有嗎 有嗎 有我們的激震嗎 你說兩個人以上 三種凶器就是我們三個人 你為什麼不講路 路邊三個人抓賴 就是你們幹的 這句話講得非常經典 這也是凸顯了 見識在偵查跟審判場的重要性 沒有證據 我只能相信你是好人 你是無罪的 等到我找到證據 我才證明你是壞人 當時還有這個庭長 還有講一句話 還有留下一句話 這個在記者會下 又連掉一句話 他說兩具屍體總共被砍 79刀是不爭的事實 極為最重要的證據 這句話怎麼解讀 這樣講 其實這也是我們在這個 因為後來我們有 我有參加那個鑑定推動 之前我有講過就是 不是我的轄區 但是我參加法醫研究所的 鑑定的那個team 那其實九刀是這樣講 爸爸跟媽媽在房間裡面 爸爸37刀 媽媽42刀 那這個爸爸37刀 媽媽42刀 而且你知道嗎 爸爸身體很魁舞 跟我差不多 他好像有練什麼 跆拳道兩段 對啊 那你媽媽呢 雖然媽媽沒有練什麼武術 可是我們思考一下 你今天可以一個人 一刀就把他砍昏了 然後繼續砍 那你請問你在砍爸爸 媽媽在幹嘛 會不會驚醒 會不會叫 會不會想要跑 現場沒有人聽到叫聲 附近鄰居沒有聽到叫聲 而且我們前面 上一集沒有提到的是 其實兒子女兒就住在隔壁房間 沒有被驚醒 還有你說好 那你如果砍媽媽的時候 爸爸有武功 會不會抵抗 而且他蠻垮的 他蠻壯的 是 而且那個王文肖 如果一個人幹 他還瘦小 你瘦小 你砍媽媽的時候 爸爸不打你 所以這個邏輯講說 而且都集中在頭部 如果你今天砍一刀 我會不會躲 會不會想要跑 那跑你可能刺背部 知道吧 砍你的手背等等 那集中在頭部 基本上是在一個 在被控制下的一個砍殺行為 那當然這個控制下的砍殺行為 是足以證明一個人嗎 還是兩個人 當然很難 對 不過這個只是從情境 那最重要的 我剛剛講要從指紋 協印 下題財政 等等一些東西 來慢慢的推理論證 到底這個是一個人幹 還是兩個人幹 所以呢你說 邏輯是這樣的 79刀 你在兩個人身上 不是一個人身上 那你砍A的時候 你砍爸爸的時候 媽媽在幹嘛 要不要叫 會不會想要拉開你或逃離 砍媽媽的時候 爸爸會不會抵抗等等 這樣的邏輯 那人都變了 那你為什麼這個 幾乎三十十到都集中在頭部 這個人你是被控制住 他們手部沒有抵禦傷嗎 有不多 有 媽媽那個手 他因為手擋的時候 可能被砍了 被砍了 但是如果這樣 你媽媽砍媽媽的時候 爸爸是不是已經死了 還是說 爸爸 就簡單講 你必須很快速的尿倒爸爸 再來很快速的把媽媽撒掉 才會都沒有叫反聲 對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但是這種狀況 真的是這樣子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不得人知 所以他這個 當時才有機會才會說 兩具屍體被砍 79刀是不爭的事實 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這是他的推論 但是當時的這個記者會 就引發了這個社會化然 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會法官講出這些話來 反而去轉向同情三名被告 那這個記者會也被視為這種解嚴後 傷害法官公正性跟權威性的一個代表事件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各個人權團體開始去積極的去救援 重視蘇萬三人的救援 有這樣的狀況嗎 當時的社會風情 因為社會的氛圍等等 因為他成立一個 好像蘇建合等 冤獄平反大隊 大隊啊 大隊 就是很多人 所以他有人權律師 對不對 然後再動員一些 像一些志工 學生等等 就有這個大隊 而且有那個宣傳車 就像選舉宣傳一樣 繞街 知道吧 每次開庭的時候 這些志工這些學生 就會去申員 甚至很大 因為那時候已經變成 慢慢的一個單純的施法案件 有一些變成政治的 因素力量 然後動員的人 就想要用這些社會的氛圍 然後這些 這些平反大隊的 一些這些 呼籲的力量 來是不是能夠稍微 改變或影響一些事情 對 因為感覺 就是都沒有辦法了 非常上訴 也都全部被駁回了 對 他們只能夠 已經等待實行的執行 對 這四個人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都沒有誤證 真的有犯案嗎 他們難道沒有不在場證明嗎 我們先從王文中 開始談起好了 王文中是 王文孝他所說 從單人變多人犯案之後 唯一一開始就確定講出來的名字 因為他是他弟弟 OK 那為什麼 他有講說什麼 王文中有說什麼謝廣輝 後來從頭到尾都沒有查出這個人 然後又從什麼 勒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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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一開始王文中是講不出這三個人名字的 那是要檢警去問弟弟 後來王文中才又講出了 變出三個名字 就是蘇建和 劉秉郎 跟莊林遜 才又變出這三個名字 那王文中當時也因為軍人身份 被依照軍閥審判 軍檢認定王文中只有把風而已 他被判兩年八個月 他在1996年 9月出獄的時候 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過程 他當時說 他在案發1991年3月24號的那一天 前一天是23號 24號是范蘭那一天 23號晚上10點 他在汐止鎮的水源街的一個叫 迪斯奈樂園的地方集合 那邊是玩撞球的地方 在場除了他之外 還有哥哥王文孝 還有死黨蘇建和劉秉郎 四個人 所以有一個莊林勳是沒有不在的 因為哥哥王文孝跟蘇建和 他們兩個人不認識 他看哥哥的玩性不高 因為他們沒有見過 可能撞球打不起來 一直打哈欠 就問哥哥王文孝說 要不要先回去 那哥哥說好之後 他就請蘇建和 把哥哥再回去住處睡覺了 之後他們三個人 就順滑跑到基隆的這種 撞球牆去撞球 打到凌晨1點的時候 又去廟口夜市吃宵夜 之後又到附近的風車遊樂場 去打電動 打到盡興之後 他們才又三貼 騎回到汐止 大概在凌晨3點半的時候 先送羅秉郎回家 蘇建和在送王文中回家之後 最後蘇建和一個人返家 那個時候差不多已經4點多了 這是王文中他的說法 因為那一天晚上 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照理說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媽媽嘴命案 你要去舉證自己 有沒有不在現場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對 不容易 而且尤其那個時候 他們被逮捕的時候 已經案發三四個月過後了 他們要去證明 大家可以想 你三四個月前的 那一天你在幹嘛 你看行事例 如果那天沒有特別記載的話 你根本講不出來自己在幹嘛 你還要去找到你的證人 找證人 還要找到證人 證明自己的不在場 但是當時劉秉郎有一個鄰居他說 因為那時候 當晚他跟先生吵架 從湖口開車回到家裡面 大概3點多的時候 剛好看到劉秉郎被刪帖送回家 他還有問說劉秉郎怎麼那麼晚才會回家 雙方還有點頭這樣子 他還記得有個兔寶寶 這個兔寶寶就是蘇建和 因為他蘇建和牙齒有點爆牙 只是有點爆牙的感覺 可是這一個 這一個不在場證明 並沒有被法官踩信 原因是因為法官覺得說 劉秉郎他的自白是說 3點半到家 但是鄰居說的是 30許到家 覺得時間上有不合 有一點落差 有一點落差 30許跟3點半 法官覺得有點落差 那怎麼樣 大家自己去想 但是 加上鄰居說 他在被作證的時候 已經是大概三年過後了 他說 三年過後你還記得那一天有吵架 太奇怪了吧 他覺得非常可疑 所以這一段證詞 就沒有去 被法官踩信 算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文中的說法 包含他們那一天 是去打撞球的 從頭到尾 就不知道什麼狀況 只知道王文肖 他先走了 後來他們就不知道 他們就去刷牌了 那我們之中有一個 從來沒有出現過 叫做莊凌勳 看那天到底是去了哪裡 當然我不知道他們 這個當時 因為圈裡面沒有看到說 莊凌勳他講他去哪裡 不過警方去逮捕他的時候 他是莊凌勳是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 那莊凌勳在那一天 因為所有的券裡面 就沒有看到 所以莊凌勳那一天 他是不是在哪裡 他的交代的行蹤 最主要這所有的時間 我們稱為時序 時序的建構 就是要看 他們在當時案發的時候 是不是在現場 然後從現場做完完 因為現場你不是 三點下就砍完了 他還要清洗 一個多小時 至少一個多小時 你要再回到個人的家 對不對 個人的家 這個時間 最重要是要查那個時序 要對得起來 對要對得起來 時序看有沒有這樣的 不合理或是有空檔的地方 你可以利用這個空檔的地方 去做案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要證明你不在場 很多我們警方辦案 先要證明我不在場 就跟本案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案子都是事過境遷了 結果很久你要找這些證人 證人說 尤其是假設有去表記 或者說有去吃那個路邊攤 到那個基隆夜市 那你老闆 幾年幾月幾號 我有沒有沒有來過等等 他怎麼會記得 這是最難的 但是呢 又來又另外一方面我們考量 他講的一定是對 他也想要脫罪 有可能 那一天我真的我們幾個去呢 但是 除非那一天真的 發生一個突發的狀況 你跟那個老闆吵架 打架 還是怎麼樣 那一天你翻桌了 還是什麼 Anyway 就是有這種突發的狀況 人家才會記得 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 什麼時候有一個突發的狀況 你有來 對 但是問題是 這些都是他們講的 這個我們又稱為人證的部分 那人證的部分 你又舉不出真正的 可以證明你到場的這些人 然後呢 最重要是現場 也沒有他們的物證 如果現場有他們的物證 你這些說的 你說的一百條都沒有用 因為現場找到你的腳印 找到你的血指紋 找到你的DNA 你在說什麼 我當時不代償 但是最重要你證人 這些人證 抵不過物證 你人證再怎麼講 絕對抵不過物證 沒錯 那時候我們剛剛前面提到說 他沒有出現莊靈勳 他自己是說 他那天因為他爸爸生日 所以他在家裡面 在基隆家裡面跟家人 在那邊打麻將 對好像有 在打麻將 然後打到凌晨六點才睡覺 然後他因為莊靈勳跟劉秉郎是同年 他們練到高額之後 他就興趣缺缺去載學了 到快遞公司工作 然後他 劉秉郎是他寥寥可數的朋友之一 他說他當天 莊靈勳說他當天真的沒有到場 他在家裡面打麻將 這是他的說法 但是法官也不踩性 他還是覺得說 依照王文肖的公辭 你們四個人都有作案 那看來 但是我們很難用這種 不在場證明去說服法官 因為法官覺得那麼久了 講出來的東西 不一定是真的 或許你說家人能夠幫你證明 或許家人是為了幫你脫罪 沒有錯 所以你這種東西 講在法官 當然法官可能他已經有新證行程 然後你講的時間點 又有一點點的這種落差 那你又找不到 真正足以讓法官相信的人證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當然最主要就是 法官他就會思考 因為他可能心裡已經有定見了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講的 他又有一些沒有辦法 完全的正確吻合的話 那當然他會不採用你的 這個是法官的 自由新證的範圍 了解 好 那個時候 在這個記者會之後 王文中 他在召開記者會 好像還有講了一些 行求逼供的過程 他當時是大概說了什麼內容 你有印象嗎 當然 因為這個案子也不是我辦的 不過我看那個過程之中 卷之裡面 他們也是有講到行求逼供 知道吧 就是說他們為什麼會承認 知道吧 承認以後等等 然後承認作案 然後從一個人 都要變四個人 然後大家又怎麼樣 有去輪奸等等這些 他們這些過程有談到 行求逼供的問題 而且把那個行求逼供的方法 比如說把衣服脫掉 知道吧 用電擊棒 電擊你的大腿內側 知道吧 然後甚至於說這樣不夠 要下體等等 另外還有說脫掉衣服 做冰塊等等 這個當然 在那個時候的氛圍 我個人相信 那個時候的氛圍 可能 因為 我不是當事人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有沒有行求 大家都不知道 對都不知道 我只是說在那個時候的辦案氛圍 極意想要破案 你又不承認 我就會先從你人開始先下手 再來你指出犯案的事實以後 再來找證據 所以以前的辦案是為邏輯 有線索我就先找你人 那人的時候你不講 你不講 我就稍微修理你 修理你之後 然後你承認了再來找物證 可是現在的氛圍不一樣 現在是從物證 查完之後 然後慢慢的再來包圍你之後 再來鎖定你的人 所以當時那個 我在想 可能 maybe而已 知道吧 不過這個案子你想行求 警察會那麼笨嗎 會留下這些傷痕嗎 痕跡 痕跡 跟現場一樣嗎 就跟一個現場一樣嗎 你說告我行求 那好 證據在哪裡 有沒有露營 有沒有相關的激證 警察不會那麼笨的 對不對 所以沒有激證的時候 最後這個案子 當然從監察院去查 還有當事人他們也講 我們會這樣講 對不對 都是因為警察逼著我等等 不過這些也 也許 這些可能 有這樣的過程 但是證據在哪裡 到最後這個案子 檢察官 對於他們行求這個階段 才是全部不起訴訓分 因為你講你有 我說沒有 那你舉證了 有傷在哪裡 沒有傷 其實行求不一定要有傷 好 那時候其實 這個王文中 他在記者會的時候 還有講到一部分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當時 他說那個時候 他有一次跟王文紹 對指 對 這個對指是 這個案件唯一一次 唯一的對指 跟主謀有機會對指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 然後在1991年10月15號 那一天 那一開庭的時候 是在軍事的法庭 軍事法官就問王文孝說 你有沒有做這個案子 王文孝說有 他問王文中 王文就說沒有 那法官又才問了王文孝 文孝的時候就低下頭說 沒有 法官又問他說 為什麼那個時候 又說大家有作案呢 王文孝說 他那時候被借提到 記者分局的時候 警方不相信他一個人 砍那麼多刀 對 就一直行求他 要他把那一天 有出去玩的人 通通給供出來 哪些人一定有做 如果你不講的話 我就把你家人給拖下水 王文孝很害怕 他母親被牽連 也害怕被行求 才會說大家都有做 但這一段錄音檔 法庭錄音檔 後續在審要開庭的時候 要調閱的時候 卻已經不見了 阿塞斯我們那時候 我們講行求 他真的那麼有效嗎 那時候的氛圍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警察辦案 不講求科學 所以以前 暱稱污蔑科學辦案 這四個字 等於什麼 行求逼供 以前的科學辦案 叫行求逼供 行進講科學辦案 不是真的 我現在所做的 什麼見識科學 找指紋找教練 那個叫科學辦案 叫行求逼供 快 狠 又準 準的時候每個人都害怕 對 害怕以後就會講 講了以後再去查 查不到再打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像那個其實科學 在 行求逼供 最典型的案子 而且出過問題 把我們警察 這個行求逼供 就是 早期稱的科學辦 改觀的 就叫 王淫賢民案 王淫賢民案 就是李思科 李思科 真正的嫌犯叫李思科 李思科搶了 拿槍 而且這個槍是殺了員警 殺了員警 拿了員警 這個槍去犯下的土地銀行 這個搶案 然後搶案以後 然後他就把搶的錢 像勝到老公文員就跑掉了 跑掉以後 當時這個案子 就當然裡面很多的細節 就是有那個床單 有那個裝錢的袋子丟到 我聽你講過的案 我的節目 你的節目我聽過 所以後來 有人就指證 這個床單就是王淫賢家 那個人就是王淫賢女兒的男朋友 他說睡過他們家 那個家床單有一個破洞等等 Anyway 最後就是王淫賢 那時候的氛圍 都是行求逼供 那時候辦案單位 辦案人員說 有人指認這個床單 他知道 就把王淫賢抓來 他得就對了 他抓來以後 他也是計程車司機 因為作案者 有人說他就是計程車司機 知道吧 計程車司機搶了以後 開計程車走掉 後來就把王淫賢抓來 就行求逼供 最後逼供以後 他不得不要承認 因為承認之後 但是找不到物證 承認就不會被打了 對承認就不會被打 就帶去查證了 查證以後 但找不到物證 到最後找不到物證 回來又是修理一頓 繼續再去找 又找不到 找不到 後來因為天黑了 已經折騰了一天 他說好吧 我們今天先收兵 慢慢回去再處理 對不對 然後結果他實在受不了 就從那個中正橋下 知道吧 就這樣跳下去了 就造成非常嚴重的 王淫賢民案 上天捉弄人 就在這個時候 三重分局 在他們分局門口 宣布破案 就找到了真正的理事科 所以這個案子講在就是 滿血 但是也改變了整個警察 刑求辦案科學 就是講在刑求逼供的 這樣的一個辦案的氛圍 是 其實這個後面 在2000年蘇案 在重啟在審的時候 蘇建和在法官跟媒體的注視之下 他也具細明移的講述了 那這部分 是真是假我們不知道 我們簡單講一下 他當時怎麼說 他那個時候說 一個警察 用台語跟他說 我給你一個好看 你不要心靈 就用毛巾把他的腳給綁起來 兩手也去從他的後面膝蓋 把他綁住 把他放躺在地上 一個警察抓住他 後來用毛巾跟布 在他鼻子上灌水 他根本沒有辦法呼吸 之後就邊灌水 邊在他耳邊講說 要不要承認 這個時候他一直跟他講說 警察大人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請相信我 但警察不相信 還是把他雙手防綁在椅子上 然後用一個 有點彎度的竹刀 去打他的腳底板 之後他就拿出了電擊棒 之後說你還是不承認 他就在用這個電擊棒去電他 我說我再問你一次 你有沒有去做案 他說沒有 他就用電擊棒 先電他的大腿那一側 然後他痛得一直叫 一個員警就提議說 電大腿沒有用 要電他生殖器 這個時候蘇建合在法庭上就說 法官大人你知道嗎 他們 他們電我的泌尿道 我全身被電得全身都痛 之後還用綠油精去抹我的下體 蘇建合的母親 在旁聽席上 忍不住在眾人面前痛哭失聲 那其實根據他們的描述 這只是刑求過程的一小部分 劉炳狼 莊林薰也都有遭到電擊 還有裸體做冰塊 辣椒醬灌水 燒下巴 毆打等等的刑求 但這東西就是因為 後來也因為沒有證據 所以就是不起訴處分 他們確實有對這些相關的 承辦刑警有對他們提告 但是檢察官認為找不到證據 所以不起訴 但其實這個自白書 我們談這個案子 非常大重要一點就是這個自白書 就是整個案子 其實都跟王文肖的自白書相關 相關聯 因為很多人都是從王文肖延伸出來 那王文肖為什麼會找他 就是那個血跡指紋 所以整個其實是從見識開端 後來見識有極限的時候 就從偵查的方法 就這樣從王文肖開始延伸出其他的人 但是因為沒有物證的連結 那時候的辦案氛圍就是行求逼供 然後就變成很多人的自白 就翻反覆覆覆 看你辦到哪裡 你掌握到哪裡 我就承認到哪裡 好 這個我們節目過於常說 突破新訪 大家看那個什麼新聞 有常看到什麼突破新訪 當時偵辦這個案件的檢察官崔濟正 又是怎麼去突破被告的新訪的人 現在我要播放一段 我認為覺得蠻重要的一段錄音檔 是當時崔檢察官赴訓的時候 跟蘇建和他們的對話內容 那偵訊的錄音檔來源是 《島國殺人記事3》 《自由的滋味》 由導演蔡崇隆本人授權給我在案發現場的本集播放 版權是導演蔡崇隆所有 那我會希望聽眾在聽之前 可以盡量先清空原本對這個案件的理解 來聽聽看說 嫌疑犯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會去講出這些話來 首先我們先從1991年8月16號 莊林薰的偵訊開始 那是誰提議要偷東西啊 偷東西 是誰先提議的 是 黃文中和黃文下 黃文修 是黃文修先提議 後來大家要懂 後來大家要懂你是不是 那一開始是哪幾把 是吧 不是啊 有把菜刀是怎樣加裡面的啊 那一開始是三把是不是 對 是不是 三把是開三刀啊 不能有幾把 那刀是怎麼來的啊 誰拿的 黃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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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修上去拿的是不是 對 好接下來是同一天 蘇建和的偵訊錄音檔 你砍了幾刀 聽來聽講 他那個張立信說他要砍了十幾刀啊 那那個全部加起來我們算一算 大概有八十刀 八十刀以上 一個人大概平時大概一二十刀有 上面還有毛髮 你那個拿著菜刀上面還有毛髮還寫機啊 洗沒有洗乾淨啊 後來是你自己洗的是不是 還是往膠子往下洗的 真的不知道 在哪裡洗的 還是在後面的廚房 後面廚房 在廚房裡的 那你想想看 你大概砍了幾刀吧 現在回憶也很難講 但是你大概講了數目 你講多講少 我們也沒辦法確定啊 我們現在只能說 他事後他夫妻兩個 一共會被砍了大概八十刀以上 那在推斷你們大概 你們看你們講的 這個每個人加起來的數目 看是不是差不多啊 如果不一樣的話就是 你沒有講十刀啊 就真的沒有砍喔 沒有砍上面還有那麼多血 還有毛髮 你現在又想講又怕又害怕 我沒有怕我真的 你砍了幾刀 一刀兩刀三刀 他們講十幾刀 你講一刀兩刀三刀 我不會怪你啊 那你平常心講啊 你砍了幾刀 你不砍 可能也會叫你砍啊 對不對 都沒有叫我砍 那你砍了幾刀 我 記不起來 記不起來 最後是訊問劉秉郎的錄音檔 我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可以說最好 我問你 你是哪 你是哪 開賽道還是賽道 有哪 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都沒有參加 你根本沒有參加 對 那你講的都是 邊故事邊算 沒有啊 我怕被打 你怕被打 那是誰 誰講 誰講 誰講你有的 誰講你有的 沒有啊 是翁翹翹把你扯進來 翁翹翹 翁翁翁 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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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只是去偷是不是啊 沒有啊 我沒有參加 嘴巴還是這麼硬 沒有說就對了 是不是 沒有說就對了 是不是 你娘父母的去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 我現在 要講的只是說 那兩份筆錄不是我新冠群內寫的啊 那都不管啊 這筆錄不管 這個筆錄啊 主要送都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問你 你 你打 你打我的話就好了 你 你到底 一個事情到底有沒有錯 沒有 還是你要再考慮一下 不用考慮 蛤 你再考慮 我先問別人 再跟你考慮一下 你自己良心 再檢討一下 不用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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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是人家 故意外的筆錄進來 是不是 如果別人講你咧 別人講你有咧 我認得啊 什麼認得 我對得起楊青就好了啊 我憑我的楊青角我沒有錯啊 我沒有參加啊 沒有參加啊 沒有參加啊 但當時好像也沒有被重視喔 你們承接這個案子的這個鑑定團隊啊 對於到底有沒有被刑求 你們彼此之間有討論過嗎 當然我們這個鑑定團隊呢 我們所針對的就是現場的狀況 還有鑑定的一些過程 還有相關的物證 總共在這裡 不過這個卷呢是每一個人都會看的 對 那我們也看到啊 就是他們相關的一些偵訊的筆錄啊 不過偵訊筆錄呢 我是感覺到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的氛圍 我是懷疑啦 知道了 當然檢察官不起訴嘛 懷疑可能有刑求逼供的問題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講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畏懼 畏懼 那前後呢也不一 知道吧 然後有在到檢察官問的時候 因為檢察官問的時候 他知道檢察官不會打他嘛 所以呢有的人講 我真的沒有做啊 可是在警察的時候 他擔心被打嘛 他就承認有做啊 那有做 他還是一個筆錄啊 檢察官也是一個筆錄啊 可是就兜不起來嘛 但是無論如何 這些在我們鑑定團隊 我們只是會看 但是呢其實我們真正的 我摸著良心講 我們真正的參與鑑定的每一個人 基本上因為 你有沒有行求等等這些過程 筆錄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從現場的物件 我們這個團隊針對物證 血跡形態 還有呢相關的一些 現場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這些收證 有收證的話 收證的結果 實體的狀況 還有呢 這個 有哪些是疏漏沒有做的 我們整體做一個討論 討論 然後呢就現有的包含傷勢 所以我們的團隊裡面有法醫嘛 然後呢也有其他的一些力學的專家 還有其他的見識的專業等等 大家分工合作 那我負責的就是血跡形態的部分 還有呢有關於那個現場一些 其他相關機證可以 哪些可以說明什麼 那這些這一部分 我摸著良心講 我們其實都很客觀 公正的來做討論 就不會去想說他們是不是 對他們是不是刑囚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團隊 需要去重視的重點 考量 就是說你證據 就像我的老師李昌英博士講 證據到哪裡 你就講到哪裡 當然最後這個案子 我的老師李昌英博士有介入 介入這個鑑定 那鑑定之後 當然可能結論不一樣 但是這個予以尊重 那法官採用誰的 就看哪一個人講的比較有道理 那法官認為誰講的 他比較可信 這個我們就無法左右了 但是我們是秉著 真正秉著公正良心來做 那我們總共開了21次的會議 鑑定時間長達一年半 差不多在1995年左右 加入鑑定團隊了嗎 是嗎 記得差不多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差不多1995年 好像差不多我忘了 正確的時間 就是法醫研究所 因為它是一個難題 是一個火跟泥沼 那必須找各方的專家 那大家知道說就會閃 有些這種當然閃 那我剛剛講 我這個人是比較 算是有一點 有一點 不怕死 不怕難 來挑戰 敢開飯店 還怕客人上門吃飯嗎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就接受了 接受以後的確 我也學習很多 也成長很多 但是也是挑戰很多 當然也被罵很多 好 那個時候 阿山市你在鑑定團隊裡面 你們你說開了21次會 後來出了一個鑑定報告 對 那你們當時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當然這個要看卷子裡面 不過我大概目前還有印象的 第一個我負責的 就是血跡形態的部分 那我可以講我負責血跡形態的部分 就主要是說媽媽那個就是葉音蘭 她死了之後衣服有沒有換 因為這是法院問我們的問題之一 衣服到底有沒有換 關係到 關係到她講的對不對 就是她的說詞對不對 她是說有換 對 他們說有換 可是我鑑定結果是沒有換 怎麼去看出來 對他們有利 怎麼看出來有沒有換 那請問我現在假設穿個衣服 對不對 你把我殺了 假設你把我殺了 因為講的不好 對不對 可以殺了 然後我身上穿的衣服 那個是噴血的形態 跟我 假設後來你又害怕對不對 我被你殺了 然後想說要把這個激震毀滅掉 幫我換了衣服 穿上去新的衣服 那個血跡形態會一樣嗎 光是砍上去的那個痕跡 不見了就很奇怪 但是砍是砍在頭部 身上沒有砍的痕跡 那 身上有一個 因為背部有一個刀傷 有一個刀傷 那應該會有一些血跡滴下來 滴在衣服上 的形態 的形態不一樣 還有你剛剛背部有一刀 那個背部那個刀 那個刀 是不是你如果沒有換的話 那個刀口就要在 對啊 很簡單的邏輯 對 很簡單邏輯 這我知道 這我可以鑑定 但是最後這個衣服 警方沒有留下來 全部讓家屬燒掉了 因為當時這個不是重點 所以他講說 就連著實體衣服 這不重要 那個時候家屬覺得說 好像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入土 對 盡快入土 然後衣服等等 警方也覺得不重要 可是後來覺得很重要 到底呢 這個背部那一刀 就是講實在衣服有沒有換 當然後來我鑑定結論 衣服沒有換 但是這個結果 也跟我老師是一樣的 我的老師更深入的 更進一步的講 不但衣服沒有換 褲子也沒有換 另外這個案子 當然有一個 到底有沒有性侵 我的老師 他鑑定結果 這個案子沒有被輪奸 沒有性侵 性侵這一段是不存在的 老師的見解部分 我們晚點再談 那個時候 我們好像還有 甚至團隊裡面 還有開瓮燕骨 是不是 開瓮燕骨 因為那時候的刀 幾乎百分之九十五 三十幾刀 砍在頭部 對不對 你說爸爸三十七刀 媽媽四十二刀 幾乎都在頭部 所以等到頭部 這個人經過入關 然後掩埋之後 經過十幾年 都剩下骨頭了 可是所有的證據都沒有 肉也不見了 只剩下骨頭 我告訴你 那就開 就是開瓮燕骨 把墳墓打開 當然經過家屬同意 開瓮燕骨 大概兩百多根的骨頭 就拿回實驗室 一個人兩百多根 兩個人就四百多根 四百多根 一個一個看 最主要 重點是擺在頭部 結果後來發現 肉爛掉了 可是骨頭上面的痕跡還在 因為頭骨 頭骨是硬的 那你肉砍的時候 肉爛掉了 可是那個砍到骨頭 就骨頭的痕跡 刀刀劍骨 刀刀劍骨 真的是叫刀刀劍骨 清晰可見 就憑著那個骨頭 簡單講我這樣的 我們當時鑑定的理論是 你現在去到市場 去看人家那個 那個殺豬的砍骨刀 骨頭 對骨頭 砍骨刀 是不是很厚 很厚 你砍到骨頭 那個夾腳會不會比較厚 因為他要砍骨頭的話 一定要找比較厚的刀 對 後頭一打砍上去以後 那個骨頭的形態 那個角度 會不會比較厚 會 你的邏輯 好 菜刀是屬於中等 各位去看那個插刀 要手摸一摸 菜刀的角度就比較中等 對不對 砍下去 是不是比較 那個夾腳會比較小 還有有一種比較鋒利的 像開山刀 什麼刀 還有一種是單鞋邊 單鞋邊開山刀是斜的45度的 只削一邊 只有這樣的刀 當時他們就講 哪一種開 哪的那個開山刀是 單鞋 就是一邊開 單鞋邊的 就是你一個直的下來的那個 那個刀的那個刀體跟刀 刀體的地方 那突然就斜45度 45度 這樣的那種開山刀 單鞋邊那種開山刀 那個就是45度 45度角 對45度角 那你說刀的 我們一般菜刀大概20幾度角 那另外有的那種更薄人 像你切撒西米的 那個大概只有10度左右 所以那個角度不一樣 當時就是砍到骨頭 因為肉爛掉了 其他東西沒有鑑定 就憑著這個骨頭來鑑定 那骨頭鑑定的時候 當然就運用到應用力學 所以找了一個台大的一個 少姓的教授 少姓的叫應用力學 再加上必須有法醫學 法醫學砍的一些 就是法醫的基本的一些原理等等 骨頭經過那麼多年 會不會影響一些判斷 當然影響判斷可能會有影響 但是你要去做研究 研究大概因為骨頭是硬的 你肉爛掉的骨頭還是定型 但是那個角度清晰可見 真的清晰可見 後來就做實驗 你剛剛講沒有影響對不對 這個刀下去 但是沒有辦法做 經過十幾年的變化的研究 不過依據法醫的看法 十幾年跟時間 也許對這個焦的角度 不會說十幾年後 它就會縮合起來變小 基本上他們認為是不太可能 後來就是找了一個做實驗 找簡體做實驗 請問簡體你可以可能找人的嗎 找人的頭骨嗎 對 不可能 要怎麼去找 對怎麼找 而且你也不能找屍體的 屍體的跟活人砍的 好像又有不太一樣 這回事啊 對啊 你屍體砍死人那個骨頭 硬度跟活人的砍的那個情境 不以情境 這個情境可能不一樣 那你不可能找活人 那找死人 死人這個一定跟活人一樣嗎 因為 像那個就是這個案子 基本上無名漢葉盈 都是活活的被砍死 所以沒有辦法找 因此呢 只好去 最後呢只好找豬骨頭 豬骨頭 當然後來就有律師 這個辯護律師講 你為什麼找豬骨頭 那請問我到哪裡去找人骨嗎 活人的人骨 活人人骨 那律師你願意提供嗎 當然開玩笑嘛 對不對 但是這種後來只好找豬骨頭 結果他講了另外一句經典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呢 為什麼找豬骨頭 因為經過法醫學的研究 豬 豬頭的骨質密度跟人頭是最接近的 所以罵人家豬頭 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句話蠻有哲學 哲學義理的 所以豬頭跟人頭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罵人家豬頭 不是沒道理的 當然這個有點開玩笑 不過這是真的有科學的論點 所以後來就用豬頭做實驗 那實驗你就發現 不同的到不同的角度 真的可以分出來 而且用的是先進的 醫學的相關的技術 電腦斷層 還有去建模 你們先把那個 當然也有建模 然後也有把那個頭骨骨 做好之後 真的用醫學的這些檢驗儀器 電腦斷層 超音波掃描 知道吧 重切面這樣來看他們角度的變化等等 真的用到 比較先進的一些科學儀器去建立 當然也有建模 不過建模這部分 是他們鑑定團隊 因為做刀痕的部分 是有鑑定的另外一個team在負責 那我只是負責血跡形態 不過最後這個案子結論是 兩人以上三種雄器 我是有背書的 我是有認可 兩人以上 三種雄器 所以是兩個人以上犯案 沒有 這個現場找到有三種雄器 可是現場能夠找到雄器 就只有菜刀 可是菜刀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有講開山刀 跟水果刀 那個是45度的斜角 還有水果刀 結果鑑定出來 這三種雄器實證的結果 跟吳明翰葉怡男身上的刀的實證結果 是一樣的 對他們講實在其實非常不利 後來他們就找了其他單位 需要其他單位 再來背書 再來做檢討 所以你們那時候等於是 鑑定團隊 鑑定團隊總共幾個人 大概有十來個 包含台灣大學的教授 包含法醫研究所 包含調查局 包含警察局 我是唯一警察的代表 沒有人要做這個案子 不是警戒沒有專家 大家都閃 這是我比較笨一點 你是勇於挑戰 不怕人不怕死 那你們就做了這個 這個結論 兩人以上 一年 用花整整一年嗎 一年多 一年半左右 21次的會議 不是兩次 21次 然後可以幾個月 大家在討論 你的研究結果怎麼樣 然後就這樣子 總共21次 一年半的時間 那你那時候 除了一個報告出來 你那時候怎麼做出這個 有沒有換衣服的這個結論 其實我剛剛講 我是從他照片 因為衣服已經不見了 人也不見了 所以當時我講出話 如果衣服當時沒有還給家屬 如果他有被輪奸 那裡面的經營慢慢會流出來 只要衣服褲子 睡衣睡褲內衣內褲還在 這個案子絕對有救 絕對有 因為那個東西會晾乾 可以再進行處理 用現在的科技 絕對可以做出DNA 就算十幾年過後 對十幾年乾掉 是OK的 乾掉你處理的很好 冰存的好 是OK的 有很多案子二十幾年 都還找到DNA DNA還檢驗出來 那我當時做的就是 理論就是 衣服有沒有被換 剛好肩膀有一刀 肩膀有一刀 是肩膀的一個 我們研判是尖刀 就是水果刀所吃的 結果水果刀所吃的時候 衣服不見了 可是我看照片 有一個痕跡很像刀口 你說他的衣服後背嗎 後背當然有拍了一張照片 就現場的照片 我是從照片鑑定 我說這個很可能是刀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現場食者的衣服 我找到了很多 我們稱為中速度的噴溅血機 中速度是怎麼樣 中速度就是人被打 被砍 心臟有壓力 把血噴出來 那個叫成為中速 還有快速跟慢速 當然了 慢速就是手受傷了 或者刀子沾血 殺了人刀子沾血 你慢慢走 那個血手受傷慢慢滴流 快速的就是被槍打到 或是被那個飛機的螺旋槳 打到以後 那個血就速度很快 因為打你的東西很快 或是高速運轉的機械 把一個手被打到以後 那個血是很細很細的 還有槍打的那個速度有多快 這個叫高速的 這簡單的 所以有被刀砍的話 基本上就是中速的 後來發現身上很多中速的這種血跡 所以我說中速血跡 死了以後 心臟停止跳動 血是不噴的 你幫它換 只是一個轉移性 或是往下流的血跡形態 不會有噴點的血跡形態 往下流 如果你把它弄起來 穿好衣服 如果有傷口 不是還有一些血會慢慢滴 這是重力的關係 對 那個流下來會在你的肩膀等等 但是那個就不會噴 因為人死了心臟不跳 會噴血基本上是心臟有血 比如說我躺在 葉銀人躺在地上 那我砍他的頭 他從頭噴起來的血 噴到我的衣服上 那個就不一樣 那就噴起來 因為他是活的 但是等到他死了以後 這個血不噴 我幫他換衣服 請問那個形態會一樣 差很多 這個就剛好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鑑定的結果 跟老師是一致的 所以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團隊 不是所有的都是跟李昌玉博士 我的老師的結論是不一樣 了解 最重要就是衣服沒有換 我跟他的結論是一樣 但是我的老師一看說 衣服沒有換 他更鑑定 褲子沒有換 而且更鑑定 說他沒有被輪捐 當然這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後鑑定出來 兩人以上三種凶器 對他們一點幫助都沒有 然後他們之後怎麼辦 而且對他們不利的 對啊 還不利 所以那個人權律師 就是他們的辯護律師 基本上就很生氣 很生氣 當然很生氣 我們希望你的鑑定 是對我有利的 所以我曾經也到這個人權的這個團體 去演講 演講我說我對你們的 這個就是救援的那樣的一個目標 要堅持 我非常的贊同 但是我們在法律上 基本上不是說我要救援這個人 那你一定做不能 你一定要聽對我救援有利的 你才要聽 那對你救援不利的意見或鑑定 你通通主角 而且還要罵人 這樣我覺得不好 對不對 那因為法律本來就是有利不利 等等 就是在天明上要秤一下 哪一邊多哪一邊少 那你整體再做一個考量 這個是 當時我們的鑑定結論 對他們來講是不利 所以他們就要求法院 剛開始沒有找到 還沒有找到李博士 要求法院 一定要送另外一個單位來鑑定 找什麼單位 國內已經沒有單位 沒有可以鑑定 因為法醫研究所已經把調查局 就是警察單位 法醫單位 所有的都綜合起來了 你要找哪一個單位 對不對 找一個單位哪一個單位 就是為委婉的委員 拒絕你 因為它是一個火坑 是一個泥沼 在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已經有幾個人 十幾個 就是不怕死的跳進來了 跳進去了 那你現在還要再找一個單位 怎麼辦 後來也是一樣 透過高層的協調 最後不願意接 但是勉為其難 還是要接下來 找上了中央警察大學 警大 學術單位 對啊 它是學術單位 那怎麼會做實務的鑑定 當然學術單位 也可以做鑑定 只有你敢接 有相關的專家 等等 他還是會被法院接受 只是說你鑑定 當然要看鑑定的人的背景 鑑定的過程 鑑定的論據 鑑定的結論 等等這方面 做的客不客觀 不管公正 後來呢 警大當然不願意接 可是還是一樣 透過高層 你非接不可 這個高層還是很高很高很高層 對 後來接下來呢 他有見識跟刑事相關的老師 就組成一個鑑定團隊 因為他們學 就是警大還是有不少的老師 所以警大就有見識跟刑事 組成一個鑑定團隊 這個鑑定團隊也很認真 因為法院也把一車的資料就載過去 不是一箱 是叫一車的資料 整個載過去 光是看完不知道花多久了 對 所以他們看 大家分著看 分著看 最主要也把我們法醫研究所鑑定的報告 也給他們來做審核 然後來評論一下 結果最後他們鑑定 大概經過半年多 半年多也開了很多次會議 結果呢就出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就比較簡單 就一個韓文幾張紙 是 我們完全同意法醫研究所的鑑定結論 那你看對方怎麼辦 怎麼辦 他們找了那麼久還找到他們 就是要跟你不一樣的鑑定結論 怎麼會同意法醫研究所的鑑定結論 他讓我們的鑑定結論 科學性跟一些論據等等 是有根據的 而且是有實證研究的 知道吧 而且不會太過 就是太over偏頗等等 他就是完全同意 當然有人就質疑說 你們不是都認識的嗎 因為大家都其實見識圈不大 其實都是學生 學生跟老師的關係 就這樣子 大家想說就是這麼回事 就串好了 就串好了 就是這樣子 當然會被質疑 但是我在這裡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真的沒有串好 因為老師你想你要影響警道的老師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獨立性 客觀性 所以他們也是真的去找資料 然後看你用的方法對不對 然後你 當然這整個過程之中 當然也讀卷 卷裡面就跟我們 在第一趴二趴 所談的這些內容等等 最後形成他們的鑑定結論 就認為說 這個案子還是同意我們 兩人以上三種凶器的結論 那國內找不到人該怎麼辦 已經沒有了 後來人權律師就非常生氣 那後來怎麼辦 當然就要找 開始要找 到底誰還比這個團體更厲害 震力厲害還有誰 還有誰 後來就找到我的老師李昌宇博士 他在美國 所以他就透過 第一個透過可能他回國的機會 跟他見面 談說這個案子請他幫忙 當然後來李博士也利用在美國的時間 然後做一些相關的研究等等 結果後來李博士答應了 答應以後剛開始 李博士只是做一個意見的表達 就用一個A式的紙 然後寫上自己的意見 我李博士爸爸什麼意見 然後簽名李昌宇 就是用這樣的意見 交給人權律師 人權律師轉到法院 那結論是 他認為這個案子應該是一人一刀 不是兩人三種凶器 一人一刀 那這個結論 原本這個結論 只是一張紙簽個名 那這個在我們的法庭證據上 基本上就是在法庭外 的一個鑑定 它叫做傳聞證據 傳聞證據 對 就是法院可以不接受 當然法院如果你要接受也可以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最按照正式的 這個證據的概念 需要你這個傳聞證據 就像筆錄也是一樣 筆錄很多東西 你真的裡面有問題 我就要把你找來 到法庭接受被告 被告的律師 法官 檢察官交互結問 而且你要據明 我真的會很公正客觀 沒有真 檢 逆 事 公正客觀實施這樣的 鑑定跟證詞 在法庭接受交互結問 你這個證據 以及你這個所講的鑑定結論 才能被法庭接受 這是正式的一個這樣的流程 所以一開始李昌玉博士 並不只是這樣子一個 就寫一個意見書 我們稱為意見書 那後來這個有 法院也沒有採納嗎 法院說那你要讓我採納可以 你請李博士出庭 接受交互結問 那李博士願意嗎 對啊 他是國際級的大師 他在美國 知道吧 願意嗎 對啊 對啊 後來當然也透過協調了 人權律師就拜託李博士等等 因為李博士那一陣子也常常回谷 因為他是我的老師 常常回谷 然後後來李博士就用回谷的一段時間 找了一個上午 完整的一個上午 給法院 所以你要開庭 就只有這個時間 我才有空 了解 然後後來法院也接受了 協調之後 就利用那個上午 李博士出庭 真的出庭 接受交互結問 所以才有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才有了後續的再審 對 後續的再審的一個判決等等 那才有一個不同的鑑定結論 給法官做一個新政上的選擇 因為一直以來 前面的東西都是依照口供去講 對 依照那個王文肖 他的最後版本 最後版本的自白去建立法官的新政 所以你要去翻 翻不動 因為那些東西是這樣子 你從監視裡面 也沒有東西可以再去 對 監視我們的結論 又是兩人以上三種 對他們是不利的 也是支撐這一個論點的 對 那變成是說 他只能靠這個 因為博士他有同意之後 有了新的論點 那才能夠 對 不同的看法 才能夠再去推動再審 對 那個時候其實 你跟 一直叫他 所以李卓一博士是你的老師 你的師徒關係是怎麼樣開始的 當然是我的老師 雖然我們意見 就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都叫你老師 那老師老師是什麼 老師老師 祖師爺 他現在八十幾歲了 八十幾歲 我都六十七歲了 怎麼老師是老師 那是當然的 因為他是我的大大大學長 那 景大是不是 對 他是景大畢業的 他景大畢業的 他是二十四期的 那我是四十三期的 你看就 差了十幾年了 差了十幾年 那最主要是 當時我在國內 除了 我就堅決要走 建設這條路之後 那我就 但國內我也念了碩士 知道吧 那後來做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覺 好像我的技術跟我的一些經驗 碰到了瓶瓶 瓶瓶 瓶瓶那時候我就想試圖 想說我要找一個 全世界最厲害的人來學 就像我們要學武功 為什麼要到武當山 為什麼到少林寺 對不對 為什麼要到找什麼大師 對不對 來修煉等等 要學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哪有學那個 對不對 那種什麼阿媽阿狗 學出來也是不像的 所以我就下定決定 我要找一個最厲害的 經過探尋 當然你最厲害的人 要能收你為徒 知道吧 那是跪幾天 對啊 搞不好有的人高高在上 那根本就 瞧都瞧不起你 對 後來探尋 就是我們華裔 李昌宇博士 在當時就非常有名 在當時劍世界 他就已經 已經露出了他的一個鋒芒 就是表現也非常的讓人 非常的驚艷 所以呢 做的很多的 這些鑑定等等 都是非常成功的 這個案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 我要到美國去念書 當然美國念書 因為那時候我在職 還好那時候在職有一些公職 的一個出國進修的機會 所以我就分段分次 我總共有三次 三次 利用公費出國的留學考試 不是公派的 是考試 考完以後 三度的機會到美國去 考了三次 考了三次 不是考三次 三次通過 三次通過 都通過 分三次去 不同的階段 不同年度的預算 分三次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 李昌宇的博士的底下去學嗎 對 因為我一出去就是選擇 要到李博士的那個安位去學 因為他當時就是康乃迪克州 州警實驗室 就是州 整個所有的state 州警實驗室的實驗室主任 那像我當時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只是一個小local的 建設中心主任 他是州位 他整個州位 康州 雖然康州你不要看康州 算是有錢人住的地方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那康州也非常有名 然後呢 就成立在他們州警 州警的state的一個lab 就是他們實驗室的主任 那同管全州或是全市 全州 全所有的城市裡面 有問題比較重大因案雜政 都要過去 都有他們可以支援 甚至有一些鑑定要送給他們 這個來鑑定 案件他們可以支援 鑑定他們可以鑑定 所以呢 我發覺他是最厲害的 因此我就去那邊學 那學的時候呢 他們的學制是這樣子 那時候呢 學當然第一次是到單位去學 單位學就白天跟著跟著他 然後老師有要去鑑定 有演講我就跟著去 所以呢 真的那段時間在美國 因為人生地不熟 真的完全靠老師照顧我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 就是那是實驗室 行事警察局的一個 也是建設專家 陳曉貴一起去 結果老師收留我們 因為在那個地方沒車 那你住的地方 你沒車就沒腳 你不要看 我們現在還有公車 有什麼地鐵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他們叫做很近 開車四小時就很近 四小時就很近 我可以開到高雄去了 所以那個是美國 是這個樣子 很近很近 只要四小時 我說幹嘛 開車四小時 所以那時候都是 等於是老師都有收留你就對了 對 收留我們 後來沒地方住 當然因為你找到地方住 你要租車 也要很麻煩 而且租車 你要駕照 對不對等等 所以後來老師收留我們在他家裡住 那你們的師徒 師徒感情就很好 師徒算是感情很深 然後跟著他學 第一次 第二次我就不好意思 我去念碩士了 第二度去 我就到念碩士 為什麼選擇念碩士 因為有一個牛海芬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Heaven 就是牛海芬大學 我們稱為UNH UNH它有形式見識的研究所 算是蠻特別的一個研究所 蠻特別的 因為形式見識研究所 不是每一個大學有 有些像紐約大學有 然後有一些大學有 他們的見識專業的科技是 開系是開在大學 那我們見識專業的科技 開始開在警大 獨門生意 獨門生意 你要念 只有警大而已 那其他大學沒有開見識科技 不過現在慢慢的像消防科系 消防專業科系 也有 其他也有 然後慢慢見識科系慢慢 那現在像東吳有開學程 叫見識的學程 我就在學程教 對 所以 概念慢慢open 慢慢改變 但是在國外是開在大學 你認為你有這樣的師資 你願意發展 你就開這樣的學院或是學程 是 結果我就去念 那變成 他們這個課是 研究所是晚上 晚上開 因為很多在此的想要來念 白天沒有空 所以他們晚上的課 所以呢 那時候李昌玉博士 就有在UNH 另外一份大學 就是晚上會兼課 他非常認真 白天上班 晚上還兼課 當然不是為了錢 而最主要是說想要把自己的經驗等等 再傳承下去 所以他白天上班很累了 晚上兼課 一上要上到10點多 知道吧 10點多 所以呢 第二度我就自己租房子 買車子 然後呢 白天也到實驗室去實習 晚上去上課 那過的那一段時間也充實 但是也很辛苦 對 第三階段 當然也是一樣 我當然 不好意思住老師家 還是一樣租房子等等 所以總共去了3次 所以 我非常感恩 我的老師 李昌玉博士對我的照顧 他真的是我的恩師 然後呢 對我一些見識的一些增長等等 教導我非常非常多 我相信這樣聽眾們聽下來也知道說 老師跟李昌玉的博士 我之前的師徒之間的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 好 那這是我們案子前面兩集 講到現在第三集 其實有蠻多疑點的 那我這邊有統整的一些疑點 你可以先就幫我們解 就當時你們經驗團隊 對此理解的認知 幫我們回答一下好不好 可以 好 我盡可能 第一個 就是也是當時法官他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一個人 真的沒辦法去砍睡夢中的夫婦 79刀嗎 你覺得 這個我們在第二part的時候 好像也有簡單提到 那我這樣提出我們當時的討論 我們這個team討論的結果 第一個 如果他進去 因為他是先偷 變搶 那搶了以後是被發現 發現以後搶 他就想說乾脆 就殺人 因為他們怕被認出來 就殺人滅口 結果被發現之後 那你就砍 一定是醒過來 有人醒過來 醒過來 好 今天你如果媽媽醒過來 或爸爸醒過來 你如果砍 你剛開始一下砍幾十刀 又不是什麼快刀手 一定是一刀 對不對 這樣砍 那對方不是一砍就昏了 對不對 他一砍 如果你先砍爸爸 他一定會抵抗 那抵抗 那媽媽會不會醒過來 那你同時要把 你要把爸爸撂倒 砍昏了以後 那要一段時間 因為爸爸很壯 對不對 好 而且都集中在頭部 今天你砍爸爸的時候 他手去擋 所以他爸爸真的有手擋 所以他的小指頭被砍斷 那砍斷之後 可是幾乎都集中在頭部 所以我們認為說 媽媽這個時候會不會醒 會啊 那半夜所有的鄰居 半夜沒有聽到那種 救命啊 救命啊 殺人啊等等 喊叫求救的聲音 都沒有 我們覺得 違反一般的常理 睡在隔壁的小兒子跟女兒 也沒有被驚醒 因為雖然說小孩子可能很好睡 可是隔壁而已 也沒有被驚醒 當然還好歹徒也沒有把他們給殺 因為他們都沒有行 你們的推測是控制後 對 就是說控制 威脅你不准叫 而且是分別砍殺 但是我的老師的看法就是說 他可能有吸毒 或是吃藥 只要把一個在亢奮的狀態 快刀手 一下子砍了幾刀 爸爸昏了 媽媽又發現又砍幾刀 再反過回來 再分別這樣砍 砍死 砍死來不及反應跟呼救 當然這個不是說完全不對 不可能 但只是說 那時候我們的推論 當然要結合什麼 結合我們豬頭這種不同刀 去砍的那個角度的刀屑種類 是這樣子 好 那第二點是 假如 其實跟第一點有點像 剛剛都有解釋到 就是四個人輪流性侵 跟這個慢慢砍殺的過程 檢方跟法官推進這個過程 至少超過了可能一個小時吧 那孩子真的會沒聽到 你們的推論就是一定是控制之下的 是不是 那你控制之下叫你不准喊叫 而且他們在整個自白陳述的過程 當然我一直強調自白翻反覆覆 對 陳述的過程說 某人不知道是誰 建議說要 他們好像是王文孝 對不對 其他人控制王文孝先親親 親親完以後 王文孝說好換人 對不對 而且在性侵的過程 爸爸有掙扎 因為你想在爸爸的面前 去性侵 性侵媽媽 那你是爸爸 你是先生 你作何感想 他說他有叫 他叫以後又砍一下 對不對 砍一下以後 後來砍一下以後 再性侵媽媽 媽媽又叫 因為一定很難過 很煎熬 又砍媽媽 就是分別砍殺 而且控制下的砍殺行為 所以而且傷勢都集中在頭部 我認為如果打鬥 這種抵抗式的 他會轉移 對 有可能砍在腳 背部砍在手 身體其他地方 應該也砍個十幾刀 但是沒有 有砍個一刀兩刀 手指有斷掉 然後腿部有一刀 95%全部在頭部 所以表示頭部 當然也有可能砍一砍一刀兩刀 他昏了 昏了以後繼續砍 當然不能說完全不可能 不過我們是結合很多的實證 實驗 還有很多的東西 得到這樣的結論 第三個是 假如四個人真的有參與殺人的話 為什麼不把死者毛髮的菜刀也丟掉 要留在現場 反而是把開山刀跟水果刀說 他們丟棄在基隆港 這個好像不太符合常理 當然 其實我們在整個犯罪偵查 跟我們刑案見識也好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思維邏輯 來思考歹徒作案的時候 那種彰晃失措的邏輯 你講說我們現在很冷靜的講 那為什麼不把現場的血 全部都擦掉 擦乾淨 你擦的一直找不到腳印 這不是很簡單 那你為什麼丟其他的兇器 然後這個菜刀為什麼要放回去 也許他就認為說 我就反正洗一洗也沒有人會發現 那原來就是裡面的菜刀 那你會問我說 那為什麼四個人作案 只準備三個刀子 另外一個還要在現場去拿刀子 對不對 這也是人家會質疑的 為什麼三個不準備 另外一個沒刀怎麼辦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準備四把刀 所以很多的邏輯就是看情況 而且每一個人 每一個歹徒作案之後 等那種慌張 等那個思維 也許會受到限制 自己說為什麼做 有時候很難用我們常人的判斷 來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是那個時候警方還有說 在用取贓的方式到莊林薰家裡面 後來理解了好像是 不是用正當的合法程序去進去的 去裡面找出了24元硬幣 認為這是花剩下的贓款 那如果真的是犯案完後 進行分贓的話 法院認定他們的那時候時間點 大約是在清晨5點 就是他們看屍體的那個 做完完之後 對 做完死的時間 認定死亡時間在清晨5點 他們自白是說做案完後 下去的時候在樓下分贓的 那個時候差不多 大概是在5點左右下去分贓 那個時候天也已經亮了 沒有人在那邊看到分贓的過程 會不會有點不太合理 當然這裡面牽扯到的 就是偵查的部分 也許有人看到 但是不敢提供 也許 第二個 他們真的有在底下分贓 剛剛講如果他們沒有做的 就沒有分贓這一段 對 所以到底有沒有分贓 這個基本上也很難 除非你有找到證人 或是像現在有很多的監視器 等等這些 那你分贓的動作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這些都是變成他們 法官採用的版本 對 那個等於是王文肖最後的版本 但是是真是假 不得而知 而且剛剛我們有討論過他的自白 就是其他人的自白過程也反反覆覆 對 最後被合一 然後有時候又 一下又否認 一下又承認否認 所以這些的真實性 我們現在都還需要考證 另外呢 到底在邏輯上是天亮了 知道吧 可能開始人活動會看到 但是也許剛好沒有人看到 也有人看到 不敢講 你沒有查證到 查訪到 這些都有可能 所以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除非有真正的像錄影帶 真的有目擊證人 不然沒有的話 他們所講的 其實我們都要存著合理的懷疑 好 那他們其實後來的自白都有蠻多矛盾的 就是包含說犯案後到哪邊更衣 三個人的自白就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莊林說他去浴室洗完澡之後 去對面王文肖裡面換下血衣的 劉秉郎說血衣是穿到蘇建盒家去換的 然後丟在蘇建盒的家的後面 然後王文肖他自己就說 是自己把自己的血衣丟到基隆盒 其他血衣還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那既然都承認殺人 然後也有性侵了 為何對這些血衣的細節 不願意交代清楚 然後包含說刀子數量跟種類 三個人的自白 跟王文肖的自白也都有出入 這方面不是蠻奇怪的嗎 最主要是他們都是人證的陳述 那到底有沒有作案 這個都還是有疑點 所以他們如果被刑求了 那警方一定會要求 好你承認有作案 那你東西丟哪裡 那我知道要隨便講 對不對 你如果說隨便講的時候 那你事後又沒有去 其實應該怎麼樣 你講我要去求證 求證裡面丟哪裡 如果有些沒有辦法求證 已經丟到垃圾車載走了 那至少在那邊清洗 有沒有相關的血跡 清洗過的毛髮等等 當然這個很多 我們在實務辦案上面 就是嫌犯的公持 我們事後一定要做查證 那你現在公持不一樣的時候 可是大家想說 反正你承認就好了 你丟哪裡 然後在哪裡洗澡 不重要了等等 但是最主要是 他們有沒有參與犯案 都是有質疑的 那如果這些作案的過程 是被刑求的話 那警方又沒有查證 所以當然就會反反覆覆的 到最後就發現 這些都不太合乎邏輯 阿三師最後一個 我列出來一點是說 當初在死者住處的頂樓 有找到伸縮警棍 這到底是難來幹嘛 因為這個好像也沒踩到血跡 是不是 我知道那個上面 好像也沒有踩到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剛剛講過 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在死者身上 也沒有找到警棍的痕跡 警棍毆打的痕跡 但是他們是說有警棍 一個是使用菜刀 一個開山刀 一個水果刀 那還有一個人 就是拿警棍 拿警棍有沒有打 你身上沒有發現有警棍 打得很緊 那到底警棍是不是作案凶器 也存一個很大的懷疑 那當然他們在頂樓 知道吧 是有找到這些 一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警棍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作案凶器 其實也存在很大的質疑 是 好 那那個時候 其實王文紹在當初 找到這個伸縮警棍 因為去現場 進行模擬的時候 就有找到這個伸縮警棍 其實還有包含他找到的幾把鑰匙 還有一個女用的小皮包 然後裡面 他還有講說 他其實在犯案大概一個月前 就有進入到他的家裡面 對 二月份的時候 他有進去偷過一次 對 當時他說只偷了兩卷錄影袋而已 是他的說法 所以才會對那邊很熟悉 才會提去再偷一次 這是他的說法 好 那我們目前有這些質疑了 即使可能有一些東西沒辦法求證 但可能在呂昌玉博士之後 回來之後 我們又重新對這個案子 要再進行一些物證方面的 重新的去理解跟鑑定 好 那當時也發生了兩件蠻離奇的事情 一個是高等法院何怡婷在播放 蘇案承辦檢察官崔濟正 在十年前對遭槍決的王文肖 生前訓問的最後的錄音帶 那時候錄音帶播出來 變成跟蘇案完全不相干的 車禍案件的偵訊內容 那這群是攸關重大的錄音帶 在十年間是被誤放咧 還是被有心人換掉咧 其實讓大家有很多腦補空間 大家現在聽眾也覺得 到底是怎麼樣了嗎 我也聽到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到底是跑去哪裡了 怎麼變成一個車禍錄音帶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菜刀 當時這個菜刀 當時被移送隨著這種 罪證 罪證的部分 被存到了海區陸戰隊 第99師去存放 他後來要找這把菜刀 竟然找不到了 有這樣的狀況嗎 可是後來菜刀有找到 有找到 這是十幾年後 一度找不到是不是 一度找不到 那我說明這個過程 其實你說那個錄音帶 為了錄音帶存 存放存了以後 怎麼會變成別的錄音帶 所以這裡面就牽扯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叫做證物轉接流存 證物轉接的流存 英文叫Chain of Custody Chain of Custody 英文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證物在轉接的時候 都要有完整的紀錄 我交給你什麼東西 打開來看 檢視一下 我簽名 你也簽名 交給你 你再交給另外一個人 那個單子要跟著這個證物走 一起走 對 一起走 因為你知道下一個人的時候 我也簽名 你也簽名 你可以引一份 至少我交給他了 證物也是完整的 等等 就一直這樣轉接 所以證物儀式就是你那個人的責任 對啊 我已經跟你講好了 我們簽名 證物狀況也檢視過了 這個叫證物轉接流程的一些相關的交接紀錄 是 那你如果說證物不見了 你就可以查 我交給你了 那你交給他的時候 證物沒有了 那就是你的責任了 但是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同樣的這個東西 誰存放進去的 當時存放 存放以後換人保管 那要轉接 轉接 那在哪一手獎名的 在哪一手證物被換了 或是當時轉進去的證物就是弄錯了 就是車禍的 沒有人聽 沒有人看 那大家都變成一個 本來都背這個黑鍋 一進來本來就稱呼錯了 錯了以後就一直接一直接 也沒有人聽也沒有人看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還有證物轉接 尤其這麼重要的刑案證物 結果真的要聽到 就拿出來 是一個車禍案 與此完全無關 就被人家質疑 是不是動手掉包了 那動手掉包要追 怎麼追 怎麼追 因為沒有記錄 沒有這種 轉接的這種完整記錄 哪一年哪一天 什麼時候交給你 你也簽名我也簽名 然後再交給下一手 他也簽名 當時也簽名 就這樣一直轉 那你如果沒有轉的時候 你要往前追 也追不到了 哪一手出了問題 也許放進去就放錯了 所以一直錯到 所以這個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 已經無從查考 那菜刀呢 那菜刀呢 基本上當時菜刀也說有存放 那存放也是一樣 保管的人也就 也就都換了 換了對不對 換了好幾手了 因為經過十多年了 那十多年 大家一直都在這麼當兵 也許只是派個公差 對不對 義務兵公差那邊看守 不過後來呢 因為司法 因為蘇建合等案呢 也吵得很大 那司法一直要找 因為王文校被槍斃掉了 那槍斃掉以後呢 他的菜刀呢 就是要去回溯 你們後來法醫院就說 我們當時參加這個鑑定團隊 我們也要找菜刀 有刀紋對不對 有所謂的刀紋 就是我們那個菜刀呢 我們想比對嘛 這個菜刀也來砍砍看 比對一下 是不是跟我們 找到另外一個模擬用的菜刀 差不多 就是總要做個實證 還有菜刀上面 是不是還有什麼痕跡 可以再跟骨頭上的痕跡來比例 我們也想找那個菜刀 可是到處找 他就說不見了 存放不見 那也是回歸剛剛那個問題 A交給B B交給C C交給D 大家都退伍了 然後再追追追 怎麼不見了 後來這個案子呢 因為吵了十幾年 監察院也要要 我們也要要 法院也要要 那軍法罪也很頭大嘛 因為人試過境遷嘛 知道吧 人是全非的嘛 很多人都已經退伍 可是後來再從追 這個菜刀當時是交給誰 知道吧 誰又交給誰 從這樣的一個一個 從退伍的這些相關人 去追 果然追到一個人呢 他說呢 當時菜刀 他想說王文校已經槍決了嘛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案子 還有司法審判的進行嘛 王文校槍決 槍決請問政務還要保留嗎 他們覺得軍法都審判了 人都避掉了嘛 這個案子就解了 我政務還要留嗎 就在某一個階段呢 人就丟了嘛 丟了 當然也不是丟到淡水河 丟到海裡面嘛 丟到哪 就隨便呢 就是找那個以前軍法 這就是現在的人權的一個紀念園區嘛 就是之前的軍法 就是軍事監獄也在那個地方 人權的紀念園區 結果後來他們找一個地方 也不敢隨便亂丟嘛 就找一個樹底下偏僻的地方 挖一挖洞 就買了嘛 買了當時誰買不知道嘛 一直找不到人嘛 一直追追追 果然問到一個人 好去買了 趕快就給我找回來 買在哪裡 就帶著他嘛 慢慢一個地方去慢慢挖 還真挖出來了 真挖到了 這一段事幾乎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嘛 就找了一個人 誰丟的 找了就找 已經退伍刀 一個一個再追回來 追回來以後呢 還真找到 但是 已經袖屎不堪了 因為埋了十幾年了 已經生鏽了 袖屎不堪了 所以後來這個還送到某一個大學 去見 這個刀是不是當時那一把刀 有確認 後來就說3D 他們做很多以上的重疊 比對 去比對 最後確認就是那一把刀 但是 袖屎不堪 你們也沒辦法再去 沒辦法再重新實驗 但是那一把刀 應該就是當時丟掉的那一把刀 所以這把刀的這個旅程 也是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一些內幕 非常精彩 好 其實當時在有新市證之後 高等法院法官 有做出判決 他說被告3個人 無罪釋放 其實當時現場充滿了笑聲 尖叫聲跟啜泣聲 這些無罪的人終於得到自由了 還是這些是有罪的人他們逃脫呢 當時其實被害者的家屬也上訴 在同一年 被告最高院又撤銷了無罪的判決 又發回更神 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 其實當時又吵了一陣子 在2007年5月的時候 李昌玉博士他回到台灣了 去出庭作證 並提出了18項的新發現 他反彈之後跟阿善是你有在 跟你有在法庭上有這個師徒對決 有這樣的狀況嗎 其實我也不願意 其實我早知道 我如果早知道 我的老師會介入這個案子的界定 打死我也不敢 你不是要挑戰自己 挑戰自己 可是那時候老師還沒有進來 我想說國內大概都還可以cover過去 可是我的老師跳出來 我只有甘拜下風了 可是當時我如果知道 我的老師會介入這個案子 我真的不會解 我想說幹嘛拿石頭砸自己腳 跟老師去挑戰去 你們的那個師徒感情的生活 對師徒感情那麼好 那你說要去 一定要去討教老師嗎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 法醫院研究所召集的這些專家 鑑定的結論對他們不利 對不對 然後他們又不能接受 再找了警察 警察又背書了 那怎麼辦 之後找 最後才找到我的老師 但是我已經簽名了 而且這個報告也送到法院 我能半途抽腿嗎 我說對不起 我頭洗一半不要洗了 頭洗了身體也都濕了 這個就要下去了 所以你們在法院上要交互結問嗎 對 但是我剛剛講 你到底 而且現在兩個就不同意見 一個是 兩人以上三種窮戚 一個是一人一刀 但是這個不是只有我的結論 這是一個team的結論 對 不是我的結論 我只負責血氣型態那一部分 但是其他人會 你的鑑定 我要背書 我的鑑定 你幫我背書 就大家互相認同 那我覺得兩人以上三種兇器 有這種實證研究 我是認可的 所以我也背書了 所以當時 對不起 當時李昌玉博士 他決定要出庭 因為他只有一張紙 法院不接受 那你要出庭接受交互結問的時候 我們一聽到這個消息 我們心想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很可能會掉我們出庭 果然沒錯 這個法官說 好 李博士要出庭 法醫院就說監定團隊 全部都要出庭 對 十來的都要出庭 跑不掉 結果 大家就開始閃了 對不起那天我沒空 我有會議 我怎麼樣 我也閃 我也不是笨蛋 對不對 我想說那天我很忙 那天我有一天的會議等等 後來法官就透過工作組織 跟法官回應 沒有人敢出庭 李博士不能唱都教戲 總是要有人 總要有人出去等於是 講一下他們說法 對不同的說法 表述一下 後來所有人都閃 閃了以後法官火大了 就開始叫工作組織官 你指名看哪一個 跟這個案子比較有直接 第一個點名就是我 所以我是很逼不得已說 不管你有什麼會議 你那天我傳票給你 來不來看你看著辦 後來就這樣子 下座又通點 我不得不去 後來去了 然後當然不是只有我 還有調查局也有一位 法議員就說 都要派個代表 去了不能說 李博士一個人表述 那你不同意見的 到底怎麼樣 法官要聽聽不同意見 當你們的各自表述 或是做一個相互的辯論也好 結果那天我心想完蛋了 對我的恩師 你要在法庭對決 恩師知道是你要去嗎 當然知道 因為對方的律師會跟他講 對方誰會出題 你今天去會碰到誰 所以那天我就 真的也沒有辦法 後來只好硬著頭皮出去 但是我是他的學生 我那天我就 特別起得早 一早就在法院等 因為他是世界知名的大師公眾人物 媒體都在 媒體都跟著他走 所以他車子一到的時候 媒體出湧上去 那我就站在法庭那個台階上 一看到老師出來以後 我怕他沒有看到我 我特別很大聲說 老師找我 真的假的 你看你他笑的那麼大聲 我可以想像那個情境 然後老師 我就馬上跑下去 他叫的很大聲 怕他沒聽到 我老師就虧我一下 早早早 松散早 請問你今天來幹嘛 他也知道 他也當然知道 其實我這裡打岔一下 其實在美國 這個是很popular 像老師李上玉博士 在美國他們有詩人 完整的詩人鑑定制度 來挑戰公家的鑑定制度 因為專業的東西 講算你像風德兄 有時候講一些DNA 講一些東西 專業的東西 包括聽眾 你聽了也是是懂非懂 對啊 專業的東西在法庭對 相互要辯論的時候 其實只有專業的人 才知道專業的問題 跟專業的名詞 跟專業的東西的 一些解釋 對不對 還有他的盲點在哪裡 這只有專家對專家 才真正了解 你講的對不對 就專家對專家 對啊 可是現在我們是專家對 所以法官 檢察官 律師 他們不是 他們不懂 見識或醫療的專家 尤其像醫療糾紛 見識的鑑定等等 所以這是一直在推動的 我也一直在推動 以後的法庭是應該專家對專家 然後講一些法官等人 可以聽的什麼話 聽的講一些 不用太多術語 對 不要太多術語 你解釋一下 你法官也可以問說 你這個術語是什麼意思 如果講錯了 對方會吐泥嗎 對啊 這個不是這樣解釋 這個怎麼樣 就是說專業對專業的對話 才知道專業的問題 跟專業的意義 跟專業的盲點 所以這樣的適度對決 可能在國外也是蠻常見的 國外就是很 popular 所以老師 李昌玉博士 也跟他的老師對決過 也跟他的好朋友 同樣是教授也對決過 也跟他的學生對決過 等等 因為美國這種私人鑑定制度 就除了公家之外 要挑戰公家 我被告可以找我自己的私人專家 然後私人家的鑑定結論 能不能被採用 不是法院認可 而是我們到法庭上 專家對專家的對決 辯論之後 法官看誰講的有道理 就採用誰的 就採用誰的 這個是美國的制度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制度 了解 這個案子也開啟了 私人跟公家 因為我代表法醫研究所 公家的 李博士代表也是私人 因為他不是 他當時並沒有說哪一個 他只是當然辯護律師 人權律師找他來的 對不對 當然找他來 當然是跟公家機關不同意見 也算挑戰 那挑戰以後 當然也是到法庭上 看誰講的有道理 講給法官聽 對不對 或是這些律師等等 被告聽 誰講的有道理 你就採用誰了 那最後是 我敗了 是老私贏了 沒有 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在 更議審的時候的宣判的時候 有認定蘇建 河流檳榔 莊林遜他們三個人有罪 然後又改判死刑 然後並持著公權終身 那這樣不算是你贏了嗎 可是後來最後還是要看終結 不過那個等於是說 前面有一段是你贏的 對 但是那個贏不贏 其實 其實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不是說贏了就很高級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看法 那也許在 就是剛剛講 因為他證據不是那麼完整 證據沒有辦法形成 每一層 每一個法官的強烈的心證 所以證據不足的話就會搖擺 我稱為鐘擺效益 對 所以可能會有 有某一個神 某一神 他是判他死刑的 就是撤銷無罪 知道吧 判死刑 可是一定會在上訴 他一定會在上訴 對不對 就這樣講 又擺回來了 所以過程會這樣子 但是最後最後 就是看結果論 知道吧 那過程可能當然有的法官認為說 我不相信李博士 我認為法醫院當然有 因為這個裡面 後來不是一次就決定了 對 最後當然 主要還是拜 訴審法的一個這樣的東西 最後 最後的那一次 決定之後 你不能再上訴了 因為你這樣炒 要炒到哪一年哪一夜 對不對 炒到也許幾十年之後 還在炒 所以這個就是訴審法 最重要的意義 好 然後那個時候 李川毅博士好像也有否認了 你們團隊裡面提出的這個 骨骼鑑定刀痕角度的報告 是為什麼 他用回報告他說 這個刀子全世界沒有人用這樣的 鑑定方法來做成這樣的結論 你們等於是走在世界的前頭 是嗎 他的結論是這樣 不是 我們的論據是這樣 我先說明一下 像刀子我剛剛講 砍骨刀是不是那個刀刃的角度 對 比較厚 就是兩個像那個夾角 是比較厚 然後菜刀又屬於中等 對不對 那你說像那個刺身刀 開山刀 開山刀就看你單斜邊 還是不是單斜邊 你那個風磨得多力 那個刃的厚度 一直到最後到刀鋒的時候 就是角度 砍到骨頭 會一樣嗎 你們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 實在研究也不一樣 但李博士都全世界 沒有人這樣做的 他們為什麼這樣 因為真的全世界 當時是沒有這樣做 沒有人用這種方法 基本上要做的時候 有其他像刮叉痕 就是說你刀砍下去 刀邊就是刀刃的旁邊 的一些瑕疵 在骨頭造成的刮叉痕 這個才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們稱為工具痕跡 就刀砍下去 它的刀刃 因為磨的時候的一些瑕疵 在骨頭上面所造成的刮叉痕 這個跟子彈原理是一樣 所以那個才能接受 他說沒有人用角度的 可是後來 當然這是後來事後 事後法醫院就說 因為他們也是有個團隊 在做刀痕 這個不是我負責 就團隊在做刀痕的角度 用豬骨頭做實驗 後實驗完以後 他們也寫一個報告 寫一個報告說 這個方法是可以用的 而且以前沒有人用過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我實在研究刀骨頭 我有一個案子 就是書案 我用這個 鑑定結論是OK的 就投到國際期刊 可是這是判決之後的事 國際期刊接受了 我情況認為說 你這個方法 邏輯上 邏輯上是合理的 而且你有時間研究 可是李博士就 就認為說這個 這個不足採用 他說他也講得很難 這個很難聽 這個案子 如果這個鑑定報告拿給我 我是不予採用的 知道吧 他是全世界沒有人這樣用的 過往沒有用過 所以在法庭上 你用提出這個新的論據 這些的論據 李博士都沒有人這樣用的 當然我尊重不同意見 基本上尊重老師 因為他是我的恩師 但是我講說 這個案子當時就是 他的論據我也在學習 我們也在思考 對不對 他講說一個刀子 其實有五個角 一個刀 我在想說一個刀有五個角 他就我們一般長形方形 長方形的菜刀 他說在刀刃的部分 就有一點弧度 那個弧度在兩邊的話 就有不同的角 這樣三個嗎 不是 你看一個刀子 我們畫成四方形 不是有個把柄嗎 對 把柄的時候 最頂端刀背的部分 就一個角 刀刃的部分 雖然看起來是兩個角 其實他是有一點弧度的 就是會 就是刀刃的部分變成四個角 說一把刀就有五個角 那你怎麼說 這個角 每個角角度會一樣 所以一把刀有辦法砍出 其實就到了 他認為一把刀有辦法砍出 不同角度的刀痕 當然 就是看砍的方式 後來因為這部分 不是我負責 是另外一個團隊負責 他們當然砍是直砍 當然你橫砍等等 可能 可能會有一點 但是直砍 這樣砍砍 亂砍之後 發現刀刃是一致的 這是他們的研究結論 所以當然 最後就不被 李昌宇博士所接受 好 當時李昌宇博士先 2008年 先在美國的實驗室 依照 凶案現場的看驗照片 進行的多人砍殺實驗 跟血跡噴漸實驗 這個網路上可以查到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重點從幾指導犯案 轉變成幾個人犯案了 那在2008年的6月20號 法官同意 法醫研究所人員 跟李昌宇博士 到現場進行重建 這個現場重建是怎麼樣 這個在台灣很少見嗎 現場重建就是說 你到現場去 實際的狀況 然後做一個 你的判斷的邏輯推論 你是怎麼判斷的 那一天其實我有在插頭 你有在 我在因為 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不是去了 你背高的部分 也是要推人上去 所以我是再怎麼樣 都是第一個被推上去的 所以推上去以後 那我也是很早就去了 老師好 他也是一樣 老師好 你好 因為老師這種場面他見多 所以他就上去 那上去當時 我也看老師怎麼樣去推論 那個選機型態 怎麼樣噴怎麼樣弄 其實我剛剛講過 我的論據 不是完全跟 李博士不一樣 尤其是我是他教的學生 而且 他教我選機型態 知道吧 那我選機型態 我自認為也有一點經驗 其實在選機型態 他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現場推論的時候 基本上怎麼樣砍 怎麼樣推呢 他基本的一些邏輯論據 我是接受的 你覺得是合理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 有一點他說 現場用空間理論 就是沒有辦法容納四個人犯案 而且另外一個理論就是說 砍的時候知道吧 如果四個人在那個空間太小 會互砍到 對 互砍到 這個理論我是覺得說 我就有不同意見 知道吧 第一個呢 你一定要站在 因為他還有一個床 床園的旁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小的一個就是掛衣服的一個 他們還有小小的空間 而且人 四個人要站 真要站的時候 你要需要多大的空間 小小的就可以 對小小的就可以 但是他說砍人 手需要張開 不然你會砍到別人 因為他覺得砍的弧度 對砍的時候那個弧度 要有一個揮灑的空間 對 所以他說砍人的空間 要兩手張開 迴旋的空間 不能佔人 他的認為 他的認為 他認為如果四個人同時砍的話 我說如果分別砍 而且你砍的時候 我躲到角落的一些地方 找一個小角落躲起來 當然這個是不同意見 尊重老師的看法 當然最後 還是老師最後在現場 我學到的是 他有把那個現場原來的照片 因為現場很多 都貼上去 都不見了 對 不見了 然後他盡量的找原來的床 不是一樣大小的床 跟五斗櫃 對 五斗櫃 差不多大小一樣大小 五斗櫃 然後把照片貼上去 這是我之前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就是把現場 因為所有都不在了 把照片放到1比1 1比1 一個人就放到一個人大 然後剪下來 血跡 血跡怎麼樣去貼上去 那真的我學了蠻多的 但是這個殺人的過程等等 基本上 老師在現場有做一個表演 當然這個也影響法官的心證 當然空間理論等等這方面 是他在這個 新發現的新的論據裡面 其實呢 尊重老師的看法 他最後也是影響法官判決 蠻重要的一些論據 他其實後來有做一個所謂的 一個報告 對 報告 然後還有做一個3D的一個影片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上網去搜尋到這個影片 那後來呢 其實李昌玉博士就提出了一個 等於是結論 他覺得說 一到現場的狀況 跟活動空間 跟傷口型態 他覺得 雖然現場可以勉強擠下6個人 但如果是4個人同時揮砍刀棍砍殺 他覺得 依照犯案的時間 跟現場的人見度 大概 當時大概凌晨4點 可能人見度很差 跟刀長跟壁長 比如說刀長又有什麼 開山刀本比較長一點 不同的長 然後揮灑的時候 有他的空間 對 有空間 他說極不可能是4個人行凶的 刀棍 不可能4個人騎凶 刀棍騎下去砍殺了兩名被害人 而且依照血跡分佈狀況 現場唯一發現的 血指紋跟血腳印 跟犯案現場的重建 他認為本案極可能只是王文孝 一個人所做的 因此也因為這樣子 在2020年的11月 高等法院再跟二審 是再喔 再跟二審 判決被告三個人無罪 2012年的8月 本案再跟三審 高等法院仍然判 被告蘇建可他們三個人無罪 然後因為2010年通過的刑事 妥訴審判法 在你再跟三審 又再判他們無罪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再散訴 不能再上訴了 對 全案也因此確定了 對 那蘇建和他們三個人 就這樣無罪回到家裡面去了 好 阿善事 像你有接觸過 我們一直沒有提到 吳明漢他們夫婦他們兩個人 我們一直著重在案情跟現場見識 我們最後來談一下被受害者他們 吳明漢夫婦他們 你知道他們家庭後來的狀況嗎 當然有狀況 我看到有一些電視報導 他們當時或是事後的情況 其實我看來也蠻感傷的 這個家庭本來是一個美滿的家庭 對不對 然後吳明漢 還有葉怡男太太 對不對 就是一個小康家庭 他們也有工作 好像開個小工廠 工廠然後經營的都還不錯 生活非常美滿 結果怎麼一個晚上 家庭發生巨變 父母就是爸爸媽媽都死了 死了以後 那現在就剩下誰 剩下那個就是小兒子 還有女兒 然後發現是大女兒發現 那個衝擊也蠻大的 一輩子陰陰 還有那個小兒子也看到了 因為都起來了 起來以後 你屍體不能馬上動 是不是都會看到 那個現場的慘狀 結果這個過程之中 非常感恩的兩個人 一個是吳明漢的 好像哥哥 大哥 大哥 他所有的訴訟 包含小孩子的補養等等 這些家庭的承擔重擔 哥哥承擔起來了 哥哥是烏堂街了 對 然後他也在監獄 當監獄的一個好像 在工作管理人還是怎麼樣 只是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哥哥把所有的責任都扛起來 包含這些弟弟留下這些小孩的護養 還有訴訟 所有的訴訟 他幾乎每一檔訴訟 他都請假去聽了 聽了以後 他心裡也是很分開 為什麼這個案子就這樣擺來擺去 擺來擺去 有罪無罪 為什麼我們的施法是這樣子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阿嬤 吳明翰的媽媽 媽媽以後 他也年紀算蠻大的 可是這個小孩 哥哥他的大哥 就是要上班了 小孩誰照顧 就是阿嬤來照顧 阿嬤一個人照顧 阿嬤在照顧他兩個 就是吳明翰留下來的小孩 最可憐的是這個小孩 從小的時候 不知道 當然 他們就認為說應該沒有關係 就看到這個慘狀 結果 是不是嬰兒這樣子誘發 Anyway 不知道 從小就發病 發什麼病 叫見動人 見動人 見動人是一個四肢萎縮 肌肉什麼都萎縮 我們稱為見動人 見動人一般發病的時間普遍 大半都在50歲以後 就是比較中年以後 可是他小孩子就發病了 當然發病的原因不明 知道吧 到底是怎麼樣 有這種因子 可是什麼時候發病 像我也有親戚發病 都在60歲以後見動人 平常都過得很好 所以這個當然是不是有因素 我不知道 知道吧 只是說從小就發病 發病以後 四肢不能動 開始萎縮 那他要不要上學 也要吧 也要 阿嬤背著他上學 要不要上廁所 也要 阿嬤到學校等他 背他上廁所 送飯 背他下 放學 背到阿嬤背不動 因為國小 完了就是國中 可能體重重了一點 真的是背不動 後來阿嬤只好請外傭 知道吧 那時候外傭 那錢當然也是哥哥等等 那些來幫忙 真的對家庭重擔 結果阿嬤 後來阿嬤也過亡 結果阿嬤要臨終之前 咬牙切齒 為什麼國家還沒有辦法 給我們一個爭議 他覺得找不到兇手 找不到兇手 或者是這個兇手 一直講一下有罪 一下無罪 一下有罪 對他們也是一個煎熬 所以阿嬤從來背小孩 背他的孫子 背到不能動了 最後還再請了外傭 外傭以後阿嬤還是 對這個事情總是一個痛 是 好 結果呢 這個小兒子 小兒子發病以後 他也很痛苦 對不對 他字字不能動 可是他講說 我還是要上進 所以他從國小 念國中 我有一次看到新聞 播出的畫面是這樣 他準備高中的時候 要聯考 要學測 學測要不要念書 要 雖然是特殊的考生等等 但是你還是要念書 他念書怎麼念 字字不能動了 你怎麼念 怎麼念 他請外傭 拿著書 在他眼睛濕度的距離給他看 結果呢 那個小兒子 我好像是無什麼驗 就是小兒子呢 要翻書的時候 眼睛眨一下 外傭就翻野 再念 眨一下 外傭再翻野 看了我都想哭 那種上進的心 知道吧 可是這個背後 為什麼會這樣造成 是不是家庭的這種悲劇等等 當然對這個他們認為說 就是發病了 是不是有沒有影響 先天的 對先天的 所以這種東西 看到他的家庭 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但是 大家只care 加害人 你說 蘇建合和蘇建合和的人權 一些這些 這些平反大隊 知道吧等等 都來幫他們 當然我支持 如果他們真的冤枉 真的無罪的 無罪的 我們當然要還他一個清白 是 可是誰是關心過 被害的家屬 所以很多我們社會 都把觀點 弄在司法正義方面 是 司法對於這些冤獄的人 我們要救援他 那請問被害者的 不要講救援 照顧是如何 你被害者 怎麼樣去照顧他 所以呢 我現在也參加 士林地監署的 士林方面的 被害者保護協會 我覺得被害者是我們社會 忽略的一大塊 被害者的心理的那種陰影 跟他們被害的傷痛 怎麼會走出來 誰來去幫他 這個補位 補貧 然後呢 幫他們走 就是人生的這些 這些就是幫他們 度過這樣的難關 好 那當時其實 我們後面來講一下說 其實當時民宿 民室 司的家屬有提民室訴訟 要求蘇建何忠林勳 劉秉堡他們 共十一個人要賠償 那一二審都判蘇建何 他們不用賠 最高法院後來就是 也廢棄了原判決 發回更審 另外呢 王文香的母親 聽到法院要判他應該 王文香的母親 法院後來有判他說 應該要賠償死者家屬 總共831萬元 等於是要去賠這個 爸爸 對他們 罹難者的部分 吳明翰 因為他的案子是確定的 所以王文香是確定的 其他人是 就是還沒有 不能確定 不用賠 那就是王文香的部分 就是其實 確定831萬 那後來蘇建何 當年他19歲 被 因為在蜘蛛餐店洗菜 送便當 他其實那時候還有 感情穩定的女朋友 那天突然就在蜘蛛餐店被逮捕了 蘇爸爸為了救他也是 激勞成疾 那在蜘蛛餐 兩點的時候 一早就要備菜 收店之後下午去澄勤 有時候為了半夜才回去 接下來 凌晨兩點又再備菜了 2000年的時候 他就因為 就是激勞成疾的時候病危 蘇建何還通過申請 去醫院看他 那隔沒多久就因為肺癌 在台大醫院就病失 蘇建何出獄之後 他現在 人權蘇慶會當志工 後來又到 有讀餐飲 後來進入人本基金會 當任森林小學的廚師 後來發覺不適合 現在就投身 加入這個私改會 另外劉秉郎 他是原本在礦工家庭 但是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他書讀得很好 他是他家族裡面 最會讀書的孩子 他那一晚 他在出獄之後 等到判 無罪確定的時候 已經是40歲了 他發現原本來 自己想要讀的法律系 不是自己想讀 他覺得 不像自己想像一樣 那為了完成爸爸的心願 爸爸希望他可以好好去讀大學 他後來出獄之後還是去考上 開蘭大學的餐飲管理學系 並且順利畢業了 不過殺人犯這個標籤 一直跟隨著他 他面世了很多家餐飲業 對方都沒有給他一個好的 好的offer就對了 後來至於阿勳 莊林勳 他並不愛讀書 等到他出獄的時候 因為在過往 可能他有被刑求過 擔心家人被牽連等等的 以及隨時可能被槍決 其實恐慌跟焦慮導致 他在獄中有了精神官能症 那出獄之後 他從事清潔工跟水電工開始做起 並接受治療 但他目前 他最後覺得說能夠跟母親在一起 已經是達成他的願望了 因為母親這些年代也是 不斷的像蘇建和的爸爸一樣 不停的為他奔走 希望能頻繁 最後三個人願意案 各賠了500多萬 就是三個人 蘇建和 劉秉郎 他們各賠了500多萬 整個蘇案 到目前為止的發展 差不多我們就講到這邊 這是你覺得 這對你來講 是 我們一般都稱為蘇建和案 蘇建和等人案 但對你來講 你覺得這個名稱你能夠接受嗎 當然因為我們一直講 包含我上課我也講蘇案 知道吧 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他真正的被害者 是誰 知道吧 其實他是吳明漢 葉盈蘭 知道吧 他們這個家庭 他們還包含他的小孩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的 除了我們要重視 司法的正義之外 知道吧 真的冤枉的人 我們盡可能要 就是給他平反 但是 包含我們的見識 很多東西等等 我們財政等等 這些都要加強 現在其實進步很多了 對 就是讓這種冤案 不要因為財政證據不足 而讓很可能 有可能 作案者逃脫司法的層次 這是我想講 另外呢 這個案子呢 其實在剛剛你談的那個過程之中 有一些插曲 我也補充一下 第一個呢 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呢 其實是有一個義務的律師 來幫家屬打這個民事訴訟 這個律師叫做濟公律師 濟公律師 濟公律師 張廷真 我跟他們算很熟 然後呢 因為張廷真呢 他 有時候我們會上媒體 去做評論 然後呢 他辦案呢 他很奇怪 他辦案呢 要寶筊 寶筊 然後呢 他會去求 就是會去求那個籤 然後呢 去解籤師 籤師 然後看這個辦案 然後呢 而且會等於是接受好像託夢 知道吧 人家的怎麼案子等等 辦案等於是訴求神明 他會附身是不是 不是 他會去感應 感應這樣子 然後呢 他從感應之後呢 還會有籤師 知道吧 求籤師等等 反正他就會寶筊 用寶筊來辦案 所以他有時候呢 會把那個濟公 搬到法庭上去 可是你不要看到 他是台大法律序研究所畢業的 他是真的法律非常強的 但是他就是真材實料的 不是一般的律師呢 但是他就是會有 他的平常呢 有時候在神壇的時候 他就辦濟公 就是穿濟公服呢 然後去擲筊啊 真的 然後開始這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 不要講蠻有趣 然後他就義務的 因為呢 他有感應到 感應到說這個案子呢 有冤區嗎 有冤區 知道吧 所以呢那刑事定案了嘛 他就可以做的 第一個就是幫被告呢 義務的 義務的 沒有收費的 來打民事關係 球場的部分 但是我剛剛講球場 你刑事敗了 你球場證據不太夠的話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 是 可是濟公律師有時候 我們碰到就會講 我會努力 我會努力 基本上他還是不放棄 是 另外呢第二個就是 賠償的部分 其實賠償部分 各位看呢 其實如果他們真的有罪 真的有罪 其實賠500多萬 你看班了十幾年夠吧 4170天 對 4170天除以三六 是十幾年 十幾年只有賠500多萬 你認為會不會太少了 結果呢這個法官 也是呢 這個警察畢業的 警察畢業的 結果呢這個法官呢 他也在想 其實無罪 無罪呢只是證據不足 並不代表你真的沒做這個案子 這是一個邏輯概念 證據法則嘛 我剛剛講的是因為 你太厲害了嘛 或者是說時空的關節證據毀滅掉了嘛 另外一個是當時的技術沒有那麼精準嘛 犯案不認真嘛 沒有找到證據 有證據沒有找到證據 對 或是證據被作案者毀滅掉了嘛 對不對 或者是說新證 每一個不同的 因為證據不太夠嘛 就像我們比喻啦 我們以前判你有罪 只要70分嘛 我就判你有罪了嘛 我新證70分可以 現在要判你有罪 那個自由新證的分數拉高嘛 要95分嘛 那萬一剛好那個收證的結果 等於是考試結果 是80分或85分 沒有到 以現在來判 要判什麼 判無罪了 當時要判什麼 判有罪 判有罪嘛 我就這樣比喻嘛 偏向無罪的推定 對 現在無罪推定 以前是叫有罪的認定嘛 那現在是無罪推定 沒有證據 我就判你無罪 所以無罪一定等於無辜嗎 無罪就是無辜 就是我真的沒有做這個事情 無罪是證據不夠 我沒有證據 證明你有罪 所以證明我有罪 所以我無罪 無故是我真的沒做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那個法官說 我看得見 我沒有辦法判定你們真的是無辜 所以賠償金打折 那人權利是跳腳 怎麼還有打折的 跟賣菜一樣 還有談價錢打折 所以才會變成500多萬 不然的話 你像那個江國慶的案子 是賠了10300萬 那500多萬當然那個時間不同 所以你要算也不止500多萬 打折了嘛 打折了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強調 在我們的這個懲罰之中 一種叫司法懲治 這個是有刑的 法律規定嘛 你做的壞事 你要關嘛 關幾年 你要賠償 甚至於你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知道吧 就生命刑 強逼你嘛 但是我剛剛講 因為無罪 無罪可能是證據不夠 但是如果你有做這個案子 你心裡的那種陰影 你會不會完全抹滅掉 我比喻了 真的我有殺一個人 我要forget掉 雖然我逃脫施法的 我申訴成功的 我抗辯等等 還是會記得 你會忘記 完全忘記嗎 沒辦法 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想想那個被殺的人 那個慘狀 那個做夢 會不會回夢 所以很多人作案之後 他逃避 或者被關完之後 他那種心裡的陰影 那種被害者 他常常就會在半夜 夢到他來索命 真的那也許是 只是做夢而已 對 但是這種夢魘 在你心裡 有曾經做過 這麼樣一個恐怖的 或是殘忍的 這樣的案件 你真的會忘記嗎 不可能 忘不了 而且都忘不了 而且我一直相信 可能會有第三世界 這種因果循環的 這樣的概念 你真的做的這個案子 施法承受不了 但是你一定會得到好的報應 你後半生的生活 你都會過得平安安樂無語嗎 安享和樂嗎 我覺得不盡然 所以我認為這種 就講英國也好 就講靈異的報應也好 我認為這個真正的 無期徒情 是心裡 你這樣的疙瘩 這樣的陰影 會永遠跟隨著你 而且像如影隨景一樣 他是判處你 永遠的無期徒情 我把它稱為心牢的無期徒情 心牢的無期徒情 心牢 心是關在這個牢裡面 了解 這是我提出的看法 感覺是一輩子可能都走不出來 走不出來這個心牢 因為那個陰影 施法 承受完了 或是施法失敗了 或是你關出來 這個心牢 還是如影隨形 會存在 那我們這個蘇安 阿山士你覺得 對你來講 他 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這個性侵的東西沒有踩正 我們整個 今天的整個主題 也是扣在性侵採政的東西上 你覺得蘇安這個東西 後來有造成見識界 或是檢警界 一些怎樣的改變嗎 有 蘇安在當時 因為那個法醫我認識 我們就講性侵採政的時候 對 現在一個邏輯是衣服穿好 身上都被砍了刀傷 主要的死因是流血過多 或是中藥脹氣受損 然後死亡 然後現場有翻動 有翻動 然後可能是竊盜或變強盜 那跟性侵有關嗎 沒有 沒有 所以那個邏輯就認為說 性侵不需要採政 因此法醫在相驗報告裡面 在性侵的就下體採政的部分 蓋了一個章 叫無故 無故是什麼意思 無故就是說沒關係 跟本案沒有關係 叫無故 無故 故是故意的故 是緣故的故 無故 無故意思說跟本案無關 可是後來發現 我們採政的邏輯是這樣子 你沒有全面採政 那你就判定到無故 你已經先下了一個主觀的判定 代表他沒有被性侵 可是這個案子就是有被性侵 他們說有 他們說有 但是有沒有 你要去做採政才能證明 所以後來我就提出一個理論 因為我本身是做現場的 然後當然見識也了解 現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你有做了 你採政了 得到的結論是肯定的 肯定也是一個答案 你有採政了 你做了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沒有 沒有 是不是也是一個答案 可是你沒有採政 你永遠是沒有答案 所以現場是這樣子 因此我們現場不能先有主觀的 判定他是自殺 他是強盜殺人 沒有被性侵 他是沒有被性侵 他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要放空 所以就像撒網一樣 大魚小魚 通通呆起來 呆起來以後 我再從偵查的結果慢慢過濾 哪些事要放回去 哪些事不需要 因為太多 太多你要從這樣的邏輯 慢慢的去 然後偵查的結果 跟他們之間的動機 有沒有因緣 有沒有怎樣的糾紛 這些訊息一個一個 把這些重要的急訊再篩出來 而不是說剛開始我就認定說 這個無關 那個無故 那個不用裁 那你這樣的你就已經判定這個案子 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你會循著你主觀的認定 去做選擇的裁證 這是不對的 是 所以後來呢 慢慢大家就改變 當然先從我改變 可是後來有很多案子 也許就在往後我們會談的一些案子裡面 就改變了這樣的概念 終於 這個就是我們在性侵財政這一部分 現在大半都做得很好 因為性侵是目前我們所有財政做得最完整的 因為性侵呢 第一個要去驗商 驗商還有你指甲的東西都要剪 對不對 還有你下體的這個要梳理 有沒有年 年複的毛房 這個我們之後再跟大家聊 對這個有一個專業的KID 就是採證SOP 這是做得最棒的 當然也是從很多的性侵不完整的採證 延伸出來 慢慢改變 大家從裡面學習 對學習然後改進來的 好 那也謝謝阿善士的分享 我們今天書案終於談完了 我自己準備這個案子 我是有點緊張 當然我也知道你這個很用心 也這個資料很多 用面就很痛苦 我們後來就不要偏向聊天 那其實我推薦大家 如果對這個案子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紀錄片 就是導國殺人事件的第一集跟第三集 那衷心希望 就是要花兩個小時去把它看 如果你們對這個案子 真的有興趣的話 那我也相當的敬佩導演的賽從榮 也謝謝他願意授權 錄音片段可以在節目中播放 那如果找得到人的話 我們可能後續在之後的節目 也可以再跟大家細聊 我們這些案子的經過 那我們酸談的三集 那性侵見識眼鏡的第一張 算告一段落 那第二張 豐德哥阿三師要談什麼呢 請再鎖定下一集囉 敬請期待 對 那我們今天的案子就聊到這邊 感謝阿三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豐德哥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來到Instagram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 就可以追蹤我們 掌握更多案件消息 也可以跟豐德我聊聊 給我建議 各社區平台上按下訂閱跟五星評分 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如果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言 我都盡量在節目中給出回覆 各位收聽眾們推開給身旁的好友 一起聽聽看我們聊案子 案發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掰掰